第571章神通变化,取道徜徉在刚封层的边缘位置,浩瀚无穷的星辰之光,犹如瀑布一般洗练着它的身躯。 此种星辰之光夹杂万千,有刚刚从大日上扑出,正火辣辣的日经,有从虚空中跋涉了亿万年才到达山海界的微弱星光,其虽然细微,但是那里的质地一点都不比日经要差。 取道吞吐着无穷无尽的星光,不仅仅金丹的底蕴在迅速的增长,其破碎的内天地同样如此。 他在结丹时,为了索求灵气,不仅仅是将内天地储备的所有灵物都消耗一空,后来甚至是企图将构建成内天地的真气也抽取出来。 好在他还未抽取太多,血月肉球中的灵气就及时灌入金丹之中,被他烹煮炼化。 沉浸在吞吐星光之中,取道这时呼的发现,在结成金丹之后,其于丹田之中开辟的内天地,同样也是发生了微妙且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他现在并没有肉身,甚至连阴神也没有,仅仅剩下一团意识魂魄,内天地展开在外界,其就恍若是一张门户斑。 皇天后土丹虽是悬浮于外界天地,但是同样也是居住在内天地之中,四须四时,四内四外,玄妙无比。 无穷无尽的星光,是通过了这道门户,然后才灌注进金丹之中,被许到的金丹所徐徐的炼化。 而在通过这道门户时,许到的内天地会不断地震动,整个空间都会弥漫起雷霆、烈火、黄水、白红等诸多幻象,其将星光一一打磨,然后才会送入到皇天后土大丹跟前。 取到宁神查验,心中顿时惊喜,这些并不是幻象。 只见在以他的金丹为中心,方圆六百丈的范围内,种种强横的钢气或是秉退,或是被消融了。 而消融钢气的,正是弥漫在金丹上下四周的雷霆烈火、黄水、白红。 取到的内天地之景,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显现于外界天地了。 他尝试着星面移动,金丹六百丈以内的雷霆烈火等物瞬间就消敏干净,只剩下一粒浑圆的金丹白光,像是日月般悬挂在钢气层之中。 取到的星面再次移动,整座内天地就又显现于外界,雷霆烈火、黄水、白红等物大作。 继续从亘古的虚空中攫取来浓浓的星光,并一一打磨精粹。 整座内天地,其就好似一面张开的巨大口齿,能够替黄天后土丹吸取,咀嚼日月精华和星光灵气。 取到并不知道其余的金丹道师在结丹时,是否会有这等意向,但是他现在感觉自己的状态好极了。 他发现若是不将内天地显现于外界,不用他来聚集星光,那么自己所能够收集到的星光树木将瞬间跌落一半,消化星光的速度也会跌落五成。 取到化身金丹悬浮着,望着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的内天地,心中惊喜想到。 全聘之门,不愧是全聘之门,尚在筑基境界时,内天地还只可以收射外物,储存灵气,打磨煞气,如今结丹之后,竟然能直接提升我的修行速度了。 并且他现在还能够显现于外界,似乎还有更多的妙处。 取到暗想,莫非此物真各是长生之门户。 惊喜之中,他除了将心神放在金丹吞吐的星光之上,也省下心来,开始检查琢磨内天地的底细。 结果这一琢磨,顿时就让他发觉了内天地变化的根源之所在。 原本的内天地,其仅仅是混沌一片,虽然有空间,但不管是泥土砖石,还是空气水分,其实都是许道从外界搬运的。 而内天地之所以能够消磨煞气,诞生灵气,也是因为许道将自身钢煞布置成了阵法,并以聚灵的形式深埋在泥土矿石之中,如此才得以具备审效。 当许道吸干了内天地中的灵气,抽干了钢气煞气,甚至连泥土砖石等物中的微末存流也一并榨干之后,内天地中的灵机也就当然无存,阵法功效自然是化为乌有。 但此刻许道的内天地中,却明晃晃地存在着一座大阵,其不仅仅存在于内天地的地面,亦是存在于土中空中,无处不在,和内天地不分彼此。 此大阵,正是许道在内天地之中布置过的单程阵法。 它的大小阵旗,百般阵机,千颗阵纹都已经化为灰烬,但是整座大阵的神效确实还残留在,能聚灵精粹,吞土灵气,正持久地运转着。 取道察觉到单程阵法的第一眼,就恍然地意识到,我之所以能够从虚空中引动无数星光落下,单程的意向浩大无比,其不仅仅是金丹的缘故,更是单程阵的缘故。 取道所布置的单程阵法,其品级虽然仅仅达到了五六品的程度,但却是它在前龙阁主的阵法基础之上,根据原版的九品单程阵,繁星岛的亘古繁星大阵总结而得, 其称得上是取金去破,更上一层楼。最适合是它自身使用,在白骨岛一战中,取道之所以能够一口气吞下三颗大丹,熔练数据金丹腰区,就和单程阵的作用密不可分。 持单程阵持续不断地咀嚼,消磨血肉,才让它有足够的灵力去炼化金丹,乃至于和血月缠除争夺肉球中的养分。 取道本以为在自己孤注一致时,肉身和魂魄已经接触投入金丹中,内天地也破碎,内天地中的阵法当然也会一并地破碎掉。 结果没想到的在他单程之后,这尊阵法还在,变异化成了神通一般的存在,和他的内天地不分彼此。 取道细细感应着,继续琢磨内天地和大阵的种种妙处。 他发现在大阵和内天地融为一体之中,内天地中的环境虽然荒无枯搞,但是莫名地给了他一种真实不虚的感觉。 此种感觉就和他当初利用真路将黄天福禄炼化了一般,整个内天地又活过来了几分,变得好似一方真正的天地了。 乍世间,取道心中疑惑重重,这又是为何? 单程镇虽然神异,但他是我亲手不知而成,所用材料虽然稀奇,但绝不可能如黄天福禄那般,会和仙宝有所关联,他纳闷着单程镇不仅存留了下来。 竟然还将小黄天的品级提升了不少,或许再来个几次三番,他的小黄天就会成为黑山秘境而海鲜园一般的存在。 因为见识有限,许道便准备将这些疑惑都先放下,反正都是有意无害,他今后再慢慢琢磨便是。 可是刚一放下,许道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铸就金丹的鱼运阶段,他立刻就惊醒,猜想到内天地的变化多半和结丹有着关系。 金丹者,道人之精气神三宝熔炼而成,在其结成的过程中,刚煞交融,平生所学都将熔炼一通,能得一神通。 而小黄天中的变化,就好似在结丹的过程中,丹城镇被小黄天吞食了,成为了小黄天的一部分。 意识到这一点,许道的思路瞬间畅通,并且他很快就发现,小黄天也像是被融在了金丹之中,不分彼此。 正是因为他的黄天后土大丹非须非识,其既能如同仙道金丹般隐末,又能如武道金丹一般凝食,整个内天地得其影响,方才能从虚无之中显形,出现在外界天地中。 取道的心中喜悦无比,丹城镇荣于内天地,内天地荣于金丹,那么我之躯凌风神这一神通呢,又会有何等变化出现? 他本以为丹城镇会破灭,结果此镇存留了下来,今后还能随时随地地帮他吞吐日月精华,灵气星光,其修行的效率陡增一倍,并且似乎还有继续提升的余地。 那么他练就在俘虏甲丹上的神通,应该也存留着,还可能生出了更好的变化。 而福禄甲丹就在黄天后土大丹之中,或者说他就是黄天后土大丹,只不过化甲为真了。 取道再度审下心神,将意识落在金丹的本体上,感受着金丹的种种变化。 很快的,他的心情再度恶然起来,若是肉身上在,他表情定然会显得有几分古怪。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福禄甲丹上的神通并没有消散,而是一并地融入到了金丹之中。 并且因为在结丹的过程中,除却刚煞之气外,又得了他的精气神三宝的灌注,居灵风神术再度出现了变化。 仓促之间,许道无法将神通的效果梳理清楚,但是有一点他感知再三,确定自己没有感知错误。 那便是居灵风神之术,其今后不仅仅可作用于他自身,还能够作用于其他存在。 这个其他存在,主要指的就是由许道的灵片牙齿变化而成的牙江灵兵,以及其余的受了他精血或念头灌注的存在。 也就是说,许道今后将他人的神通夺取之后,除了他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将神通移植到牙江灵兵等仆从身上,让对方使用。 气息私存着,许道的心神又微动,不仅仅是神通,金丹境界以下的道徒道士,妖魔鬼怪,其法术或天赋,亦可以被我夺取。 而且更重要的是,居灵风神之术本来有所限制,即便我成就为一品金丹,其能同时加持在我身上的神通,致多九门。 但是现在结成了皇天后土大丹,似乎如此限制已经不再存在。 居灵风神之术的变化大小,远远超过了内天地和丹城镇法,这让本来确定的许道,一时间都迟疑起来,按道自己是不是感知出错了。 他连忙平定心神,从头开始,且再三的梳理感知金丹神通的变化。 没错,结果许道并没有感应出错,居灵风神术就是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比之刚才更进一步的是,许道发现自己的小皇天也和变化后的居灵风神息息相关,脱不了干系。 如今的小皇天已然成为灵台一般的存在,皇天后土大丹每每获取一门神通或天赋,其都将显现于小皇天之中,结成一道俘虏种子,如星辰般高悬于小皇天之上。 俘虏种子越多,不仅仅许道能够施展的法术神通更多,小皇天本身也将会更加的稳固,神效将会更多,到时候说不定真能便做成为一座仙缘,乃至于伏地动天。 如此神通,如此作用,让许道不由地想起了遗物。 其正是被他放走最后一丝灵性的皇天真路。 此时的许道,手中虽然没有皇天真路,但是却依旧具备着皇天真路之妙效,并且妙效还更进一步,另有作用生出,还不再是外物,而成了许道自己的神通。 此神通顺他的心,随他的意,施展简单,清清白白,就算是仙人前来也夺取不走。 许道在心中咀嚼着此物,皇天真路。 外界,原本浑源犹如日元般的皇天后土大丹,其在许道的心念一动间,慢慢的白光收敛,凝结成为了实质。 一道白金色泽的福禄,出现于钢气层中,其神微黄黄,但是却又纯粹如玉,温润晶莹。 这道福禄的形质果真和皇天真路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的上时一模一样,都是寻常黄纸大小,空无一物。 取道的心念在微微移动,让这道福禄的光芒收敛,福禄一向,他就又变得和白纸一般无二,更是类似于皇天真路了。 仅仅一个白,一个黄,颜色截然不同,但许道深刻的明白,自己这道纯白福禄,并非是伴随他进一甲子的皇天真路, 也不是他事先结出的福禄甲丹,而是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而成的一品金丹,皇天后土禄。 皇天后土禄险形后,本是空白的表面,立刻就只生云烟般,浮现出一颗颗璀璨的符纹。 符禄表面上的纹路凝结成形,将许道迄今为止所有修行过的道法法术,度制过的阵法,略取过的神通。 逐一显形,诸斑法术神通加持在这道白金福禄之上,使得他彻底的和皇天真路不再一样。 取道见本命福禄和皇天真路彻底的区别开了,内心莫名地松了口气,竟然还隐隐感到了几思经济。 这丝经济让许道不由地思索道,若是我没有将真路的灵性放走,而是全虚全伪地吞掉了,那么我的本命福禄和现在相比,是否会有所区别? 第572章天地种子。 取道生性谨慎,他相信内心中的这丝经济感不会作假。 多半他真将皇天真路彻底炼化掉,其就会对他的金丹造成不好的影响。 取道悠悠想道,是得了皇天道统的重宝,便要承担皇天道统的重任,亦或是真路的这点灵性,就和那雪月缠除一般,想要夺赦复苏吗? 此来想去,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两种可能中的异种,亦或是其他。 反正他没有将真路彻底地吞下,所结金丹也无亏,是货真价实的一品金丹,因此许道便将这些杂念都放下了,仅仅是感到庆幸。 他感知着自己的本命福禄,定心道,此非皇天真路,而是我之皇天后土金路。 思绪顿定,皇天后土路也彻底成形,由魂元状态转变成了福禄形态,许道的结丹过程也即将结束。 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吞吐星光,因为金丹虽成,他的肉身却还没有恢复。 为了凝结金丹,许道一不作二不休地将肉身化金器,因神化神器,统统投入到了福禄贾丹之中。 如今可谓是半点血肉半寸阴神都无有。 也幸好他走的是性命双修的路子,金丹成就之后,堪破了一点血肉和阴神之妙,其可以在结丹过程中降肉身或阴神重新吐出来。 而若是不趁着结丹可重塑根骨的时机进行恢复,那么他今后就只能走去修建仙的路子了。 于是许道丝毫不敢耽搁,立刻就省下心神,调动真气,将真气弥漫在皇天后土路的周遭,滚破震动,重塑自己的肉身。 脚心调动着,许道心中万道,虽然结丹了,但我尚未突破到圆阴境界,一粒金丹和一身法力依旧需要寄托。 其实就算是他突破到了圆阴境界,其魂魄或意志,依旧需要肉身来承托。 修道中人除非是突破到了传说中的恋神境界,方才能勉强的不受阴神或肉身的桎,可以聚散成形,顺心随意。 拿仙道中人来说,其若是不如恋神,则阴神的阳之大掌,贵为阳神,此时若是肉身败亡,便不再需要同缘阴境界时一般,非得投胎轮回方才能长存于世。 因为阳神者,便已然是一尊修筑成功的大船,其无需再假借外物,自行就能横渡宇宙苦海,比喻风浪。 曲道谨慎地演变着真气,精神贯注,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丝丝精气和神气被他从金丹之中分出,盘踞在外。 剑成功地分出精气和神气,他顿时松了口气,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根据自身的灵根,将血肉躯壳和阴神躯壳重塑出来,最后再把金丹装进去。 有了这两层躯壳的保护,相比于一般的仙道或武道中人,许道的金丹将更不容易折损,或是被人夺去。 但是就在他要演变出血肉和阴神时,其内心轰然震动。 内天地再度在许道的金丹之外展开,其上下六百丈,内里白光大作,异象重重,仿佛一颗浑圆如鸡子般的星辰。 而许道好不容易从金丹中抽出来的神气和精气,瞬间就被他的内天地给射去了。 这一幕让许道始料未及,他瞬间就惊恶,好在他立刻就检查金丹和内天地,发现都没有什么异样出来。 仅仅是因为金丹神气发生了转移,金丹中的真气亏损,而内天地的底蕴似乎增长了一些,变得更加凝实了。 取道心中有诸多念头跳出,他审下心神,再度从金丹中抽取真气,演变成金气和神气,结果未等他将之重塑成为血肉阴神,两者就又被内天地给吞吃了。 他又尝试着直接抽取真气,将之打入内天地中,同样被摄取吞吃了,吞吃之后,内天地的质地也更加凝实坚固了些许。 此一幕,就和许道曾经修行时,特意地消耗真气,用于滋养和打磨自己的肉身阴神一样。 而在修道中,正是因为真气的滋养,武道中人的肉身方才不断地蜕变,能成就不死之身,先道中人的阴神方才能不断地凝实,神行俱备,犹如实质。 一个念头在许道的脑中轰地跳出,莫非,此内天地才是我现在的肉身或阴神。 他细细一思索,发现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是肉身还是阴神,其实际的意义,都是用来盛放道人的意志,或者说魂魄的存在。 许道现在结成了金丹,金丹就是他的意识或魂魄,不分彼此。 此物现在也并非是毫无遮掩,赤裸裸地暴露在外界天地。 而是许道的那天地盛放着他,黄天后土路就悬浮在小黄天之中。 这个发现让许道又惊又恶,还有些哭笑不得,他原本还纳闷自己的肉身和阴神都全部崩溃了,而内天地却为何还存在着? 如今看来,情况很可能恰好相反,并非是内天地因为俘虏贾丹或黄天后土大丹而继续存留着,而是后两者因为有着内天地在托底,方才根基未施,能持续地完善自身,借贾修真,直到真至完美。 种种思绪都在许道的心中流淌,他第一次清楚意识到,内天地的重要性,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他本以为的重要。 顺着内天地就是肉身的思绪去想,许道不由地嘀咕道。 莫非修真求道,长生不死仅仅只是个表层,其实志则是深化天地,乃至于重开一戒吗? 不过真要是这样,勉强也说得通,毕竟一方世界之年限,其以一年来计算,和人生相比,可谓是永恒亘古了。 但在西海中,道人修道,大致就相当于将孱弱的人生人魂,蜕变成为超凡脱俗的妖躯鬼区。 以武道为例,其劫丹目的就是彻底地抛弃人生,修得上古异兽之卵胎,劫因则是相当于异兽长大成年,或是破浪而出。 道是先道中人较好一些,依旧以人生为贵,以鬼区等物为下等。 讲到这些,许道的思绪又一飘,如此说来,修得金丹,其并非是要身化异兽,修成上古凶兽的卵胎,也不是神变自然,变成了山川河流的魂魄,而是经由天地自然,孕育形成一颗天地种子乎。 第573章重塑肉身,许道的思绪顿开,感知着自己金丹和内天地之间的关系,更觉两者颇是玄妙。 只是他现今仍在西海,而西海之中道统青腿,并无涉及原因境界级以上的修行法门,无法对他的这些猜想进行佐证。 许道又缓缓地梳理了一番,便不得不将此事也放下,他在心中盘算着,若是想要看破金丹和内天地的关系,恐怕得去那传闻中的东土,方才会得到答案。 其环顾着周遭,刚风层凛冽,回想起了当初在刚风层中得见那尊仪似仙人念头的场景。 那人当日似乎还曾说过,让他前去东土后,可以去王某山中,当个记名弟子。 若是那人当真是仙人,有着对方的这点许诺,或许就是许道踏入东土后,寻觅成仙之法的一个契机。 当下,许道在心中略微盘算了几下,不过此事终归是日后的,他现在距离东土还有着不知多少万里的距离。 于是等回过神来,许道感知着神妙无比的金丹,内天地,心中再度地哭笑不得起来。 虽然内天地起到了肉身和阴神的作用,能够胜放他的金丹,而且两者相互滋养,各为依仗,但是他许某人今后行走在外,终归还是需要一具肉身的。 旁的不说,有病等人就在下方等许道,他返回白骨岛时要是没有肉身,别人还会以为他出了大岔子,道徒就此崩断。 而且没有肉身作为掩饰,其内天地也容易暴露在外,或是会引来某些邪神或仙人的觊觎,招惹麻烦。 除此之外,许道要是连具肉身都没有,和由冰成金的话,两人也会颇有不变之处。 正当许道为此而棘手时,他的心念落在了内天地上,感受到了内天地中的种种变化,其呼地又思索道,若内天地当真是一颗天地种子,我乃是此尊天地之主, 其珠般选妙都操之我手,那么是否可以团土造人衍生血肉。 七年一动,小黄天之中煞时间风起云涌,雷鸣电闪。 和从前的区区六十丈相比,单程后小黄天直接扩大了十倍, 其内的契机已经能够自行运转,似乎当真能够淡出生机。 但是未等许道利用这股生机去塑造出何是自己使用的肉身,一道道虚影便在内天地浮现。 去隐门各个张牙舞爪,面目争鸣,有大有小,其正式的一尊尊牙江领兵。 在许道结丹的过程中,这些牙江领兵统统都是化作灵器,化作精血,融入到了许道的体内。 而今他们悬浮在黄天后吐露的周遭,活灵活现的,仿佛随时都能够活过来一般。 在牙江领兵的身后,还有这一具具庞大的虚影,其正式被许道炼化或吞吃了的几尊金丹导师, 只是和牙江领兵相比,金丹道师们有的虚影波是残缺,虚伪不全。 许道看着这些如同星辰般闪烁的虚影,恍惚间感觉在自己的内天地中, 他能一念之间,就将他们复活过来,练假为真。 由此感觉,许道立刻就开始进行尝试,保险起见,他瞄准了数千虚影当中, 气机最为渺小的一只领兵,其仅仅指头大小,原本应该只是具备点妖气罢了, 不知为何也会被烙印在内天地之中。 轻轻一点,庞大的真气立刻就涌入到了临兵虚影之中。 下一刻,让许道为之惊奇的事情出现了, 一点烟红出现在小黄天中,迅速地衍生成一团血肉, 然后便是骨骼鳞甲,大小脏气,皮膜筋肉。 几个呼吸间,一头全虚全尾的临兵,便出现在许道的眼前, 其鲜活无比,泪里的血液涌动,生机勃发。 取道亲眼看着这一幕,心中顿觉神奇, 我于小黄天之中,当真有造物主之能。 但是他立刻就回过神来,并非是他真的拥有了造物主之能, 而是只有在结丹的过程中, 这些被他列入了小黄天或金丹之中的活物, 他方才可以再将之具现出来。 而且如此的具现过程,其所消耗的真气甚大, 一只仅仅具备了妖气的灵兵, 至少就得消耗掉十倍以上的等量真气, 颇事有些得不偿失。 因此许道望着环绕在黄天后吐露周遭的大小虚影, 果断地打住了想要将一头金丹妖蛆给凝聚出来的想法。 除此之外,凝聚出肉身的牙江灵兵, 其脑壳中也空荡荡的,并无神实存在, 就和许道曾经用灵片将之种出来似的。 当许道在想江灵兵的灵性也重塑回来时, 却是无论他打入再多的真气, 灵兵体内依旧是半点灵性都没有产生。 取道心中思索着, 或许这就是小黄天目前的局限性了, 凡是被其炼化的, 肉身可以重塑, 但是魂魄确实无法, 只能在通过鬼弹聚灵的方式, 让其体内缓缓地孕育灵性。 不过这样的情况, 倒也方便他将一时灌输进牙江灵兵的体内, 操控这具肉身。 取道心念一动, 他望着凝实的灵兵躯体, 却没有将一时钻入进去, 而是心念动弹, 真气灌输, 以之为基础, 在其之上又开始碰裂。 因为他发觉自己除了将虚影彻头彻尾的重塑出来之外, 竟然也可以只凝结出一部分, 然后对之进行拼凑。 雷霆闪烁, 烈火焚烧, 脚黄天中有庞大真气呼啸, 黄天后吐露垂下倒倒灵光。 在数千具虚影当中, 各有一部分躯体闪烁, 然后化作灵光, 头像那只仅仅具备点妖气的灵兵躯壳上。 灵兵的躯壳被雷火烹煮着, 慢慢变大, 且变得修长。 很快, 一具出具形体的崭新躯壳, 就在小黄天之中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此躯壳生长着白色的鳞片, 尖锐的爪子, 蛇童年茧, 飞鱼之虚, 游蛇之尾种种, 并且还在继续地衍生变化。 此物便是许到为自己准备的肉身, 是他参照着心中的某物, 于数千被烙印在小黄天的虚影中精心择选, 谨慎拼凑而成的形体。 其参照物正是头四驼, 脚四鹿, 眼四兔, 耳四牛, 相四蛇, 腹四肾, 零四礼, 爪四鹰的神物。 真龙之相, 第574章三位一体, 取到肉身之灵根, 乃是取自射罩龙宫之中的肾胶尸体, 其无目而有雾气, 施以蛟龙, 在结合了南柯皮肤之后, 一共带给了许到两大天赋, 分别是圣气和牙江林兵。 现在许到用从自己身上脱落化成的林兵, 反本溯源, 勉强可以将自己的龙脉林根都追溯回来, 两大天赋也能找回。 但是他现在想要的,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得到一具肉身。 肉身乃是护道的宝传, 是道人行走在时间的躯壳, 任何人都希望肉身的强度和天赋越高越好。 因此在发现了小黄天和金丹相结合的妙用后, 许到索性就将挥下各种牙江林兵中最出众的能力, 都凑到一块, 并且尽可能地让拼凑得到的肉身, 往真龙之相靠近。 如此一来, 他所能够获得的躯壳, 必然会是龙血浓度最高, 且肉身的坚固程度和猪斑能力最大最多的, 最是接近蛟龙之躯。 时间流逝, 小黄天中, 一具修长的龙肿躯体, 在雷霆之中造就得越发神奇。 这躯体比起许到原先的龙肿肉身, 先不谈能力如何, 单单脉香, 就已经是越发的近似于蛟龙, 而不仅仅是龙肿了。 特别是当许到将自己吞吃炼化的几具金丹尸体, 其各部位都安插到了这具躯壳中之后, 该躯壳的气息也越发凝实, 不断地往金丹蛟龙攀升而去。 等到四头走肉身路线的金丹道师, 其躯体都被借用完毕后, 许到的目光又盯上了那头灰灌道师。 灰灌道师走的是仙道阴神的路线, 修得的是鬼区, 其鬼区一并也被许到吞吃了, 因此也为猎五尊金丹虚影之列。 而现在, 新肉身虽然重塑的差不多了, 但白肉身毕竟不是以金丹血肉为基础, 而是以柱基层次的牙江林冰血肉为主, 因此其距离金丹境界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取到打量着重塑中的躯壳, 心中万想道, 重塑肉身的机会, 基本上就只有结丹时这一回了。 想要再有下次, 至少得等到破丹结因的时候了。 修道中人虽然有夺天地之造化, 逆反自然的神奇伟丽, 但是其风险和难度也不小, 仅仅在修道的各个大境界, 才能够大幅度地淬炼根骨, 改换底细。 而且许道现在做的乃是从无到有的凝聚肉身, 并不只是植入灵根或蜕变体质那般简单。 若非是他拥有小黄天, 结成了一品黄天后土大丹, 还看破了性命双修的关窍, 绝不会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甚至许道猜测, 很可能他今后就算是破丹结因时, 这一机会也不会再出现。 否则的话, 世间就不会有丹成无悔之说。 因此许道看着仍有不足的躯壳, 心中再度蠢蠢欲动起来。 若是不在重塑肉身的过程中, 将肉身的品级尽可能提高, 那么等重塑肉身结束之后, 就不知又要花费多少的心力, 才能将肉身温养修行到金丹蛟龙的境界。 现在的西海中风起云涌, 白骨岛的仇敌尚在, 我若是被肉身拖累, 可就不妙了。 乾隆阁主的前车之鉴, 尚且不远, 因此许道望着无可在家的龙肿躯壳, 他转头撇向了灰罐导师的虚影, 酷得又从灰罐虚影中则选出几丝鬼物, 然后往龙肿躯壳上也打过去。 既然他看破了性命双修之关窍, 能够将血肉和阴神互相颠倒, 那么与其套娃般的分别重塑出肉身和阴神之躯, 不如直接尝试着将两者凝结在一起。 如此一来, 两两叠加, 其强度和妙用程度, 或许会高过单独的肉身和阴神之躯, 更能够合乎他的心意。 而且一旦成功, 许道今后修行的时候, 也就不用再区分肉身或阴神与否了, 两者混合, 一同打磨便是。 鬼物飘到了新的躯壳上, 当许道正准备绞尽脑汁的也要将两者揉搓到一块时, 情况出乎了他的意料。 明明本该经未分明的鬼物和血肉, 竟然主动地就交融在了一块。 只不过丝丝鬼物并没有融入到躯壳的体内, 而是缠绕在躯壳的虚伪和四爪之间, 犹如彩带式地飘荡着。 这让许道倍感惊奇, 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能这般轻易地达成。 大喜之中, 他立刻又耗费法力, 再度凝聚出几丝灰灌导师的鬼物, 尽可能地添加到了龙肿躯壳中。 得到一具新的金丹躯体进行增补, 重塑中的这具躯壳, 其气息再度凝食不少, 大幅度地攀升, 距离质变为金丹蛟龙之躯, 似乎仅仅差了那门一线。 但就是这门一线, 无论许道在江心躯壳进行怎样的调整, 其融合之后的气息, 都无法整个突破到金丹蛟龙的境地。 因此许道猜想着, 恐怕想要让肉身合乎金丹之用, 具备金丹之力, 并非区区地拼凑重塑就能够达成, 非得我知金丹投入其中, 运用真气温养, 方才能捅破最后的这一层窗户纸。 虽然眼见如此, 但他依旧有些不死心, 默默地动用黄天后吐露, 将真气加持上新躯壳, 继续调整摆弄, 以求竭力地提升这具躯壳。 又是失败多次后, 许道方才轻叹一口气, 罢了罢了。 他心中一定, 随即将一时收回金丹, 操控着黄天后吐露垂落到了这具躯壳之上, 并慢慢地顿入其中。 两相接触, 肉身中灵光大现, 而当许道的金丹进入躯壳中之后, 未等他再有所动作, 整个小黄天又呼得轰然震动起来。 轰某, 远比刚才更是繁多且宏大的意象, 出现在这方天地中, 小黄天上下, 更有一颗颗星辰般的浮露种子在闪烁。 这让许道发争, 这事, 只见两道氢气和浊气, 呼得从小黄天上下扑出, 环绕在了许道的心躯壳周遭。 这两道氢气和浊气, 皆成龙蛇形状, 前者黄白, 后者灰白, 游动着, 让小黄天内想彻其鬼哭声和嘶吼声。 哭呼, 吼, 原来许道的肉身和阴神之躯虽然消亡了, 但是其本源和灵根尚在, 整个小黄天就是他们开辟的。 许道现在重塑肉身, 其自身的灵根自然也就浮现出来, 要帮助他将新的肉身炼化, 消去最后一丝隔阂。 否则的话, 新的躯壳纵使是以牙江灵冰的血肉为主, 息息相关, 但其终归不是许道原有的, 容易灵肉不相合。 接下来的事情, 无需许道再有任何的插手, 两道氢气和浊气就交结一团, 围绕在他塑造的躯壳基础之上, 进行着滋养。 取道的意识收缩在新的躯壳之中, 顿觉四周温暖, 安心, 舒适, 仿佛重回到了母胎中一般。 空的, 两道氢气气和浊气, 越发的浓郁, 其树木越来越多, 席卷了整个小黄天, 泥漫上下。 600丈的小黄天顿时混沌一片, 不可事物, 仿佛要重新合上一般。 而在外界, 钢峰层边缘, 重重如海市蜃楼般的景象内, 一条数十丈高长的蛟龙躯体, 其盘踞在混沌的景象中, 也渐渐地由虚化石, 真实地出现在了钢峰层。 此蛟龙躯体, 便是许道正在重塑, 正在炼化的肉身。 其盘踞在时尹实现的小黄天内里, 仿佛团在了一庞大的卵壳之中, 慢慢地孕育成长着。 蛟龙之躯的形体不断变大, 被许道拼凑在其上的根骨也是相互融合, 羽翼生长, 鳞甲坚硬。 若说许道刚才拼凑出来的蛟龙躯体, 其浑身上下虽然神异, 极其类似于真龙形态, 但还是略微有着些生硬。 一旦脱离了小黄天这个奇异的场景, 真正的暴露在外界天地, 恐怕会崩溃掉。 但是现在经过了这样一番练化, 许道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 立刻有着手进行了调整, 将蛟龙之躯中的种种生硬感消去。 其中着实是无法调整的, 则是被它拆分抹掉, 就此返还成真气。 刚风涌动, 渠道的金丹, 蛟龙之躯, 还有小黄天, 三者之间的联系越发的紧密。 浓浓的星光, 也是丝毫没有停滞, 被不断地从虚空中摄取而来, 灌注进三者之中, 成为养料。 不知过了多久, 冥冥中, 渠道的金丹轰然震动, 它的意识, 彻底占据了蛟龙躯壳, 发自内心地生出了一种血脉相连, 灵魂相连的感觉。 而此时的蛟龙肉身, 其双目也是瞬间大放光明, 神色灵动, 画龙点睛般地活了过来。 它横顿在混沌般的小黄天中, 呼吸吞吐, 虚发修长, 气机已然发生质变, 真正寄生为了金丹蛟龙层次, 气息悠长无比。 而且单看相貌, 这句蛟龙之躯已然和传闻中的真龙之躯颇为相似。 仅仅是头上的鸡脚微笑, 临爪躯干部分也都是从鱼, 饿, 蛇等道师取用而来, 并非是走兽非寝。 可和吴国和西海中的圣蛟, 独蛟等蛟龙道师相比, 许道所练就的这尊蛟龙躯体骑, 真龙之相十足, 若是旁人看见了, 恐会以为就是一条真龙。 而且和寻常蛟龙, 甚至真龙都不同的是, 许道的蛟龙躯体脚踩着云雾, 周身鬼气蒸腾, 若是不细看, 它又仿佛是一尊鬼神躯体, 并非是血肉食物。 缠绕在它周身的鬼气, 其浓如云雾, 经久不散, 就好像是它躯体本来的一部分似的。 其中更是还隐隐有雷火, 金光等雾闪烁, 相伴而生。 即便是许道自己, 此刻清醒之后, 一时间也分不清楚自己的这具躯壳, 究竟是血肉之躯还是鬼神之躯。 传闻中的真龙, 其虽然有云从龙之说, 但根据诸多道书所言, 它终归还是妖兽异兽, 或有神通, 但也不多, 走的是肉身路子, 依仗的是气力, 并非是鬼神。 曲道心中惊疑着, 但我现在的这具肉身, 其惊有我的拼凑, 却是有些两不相了, 即是血肉也似鬼神。 它还能感知到自己的鬼脉天赋也没有消失, 反而得到了增强。 其无需再像以前那般, 非得顿出阴神才能搜魂恋鬼, 而是呼吸吞吐尖, 就可以将鬼物吞吃恋化掉, 甚至能如牙江陵兵般收在身侧, 藏进爪尖的鬼物之中。 好在这样的情况, 还在许道的意料之中, 并且还是他乐于见到的。 他所修行的就是性命双修, 如今一时寄托的躯壳不再区分为阴神和肉身, 凝结在了一块, 也就代表着他在性命双修的大道, 走得更远了。 若是有朝一日, 他能够彻底地打破血肉和阴神之间的隔阂, 做到虚实转化随心所欲, 或许就是他觉得性命双修的道果, 修得长生不死之时。 许道细细感悟着自己的心躯壳, 顿觉其中有诸般难以言喻的妙用。 吼, 一声咆哮响起, 他操控着心得道的肉身, 在钢封层中肆意地翻滚着, 吞吐钢气, 凛冽而威风。 在钢封层中好声耍死了一番, 许道并未就此一头地往下扎去, 返回白骨岛。 而是又省下心, 反过去再去梳理自己的金丹和小黄天。 而当他想要操控着蛟龙之躯, 在钻回小黄天中时, 让他诧异的一幕出现了。 小黄天抖地就生出了一股排斥感, 拒绝蛟龙之躯的进入。 即便他硬着头皮, 忍耐着这股排斥感也要钻入小黄天, 依旧是无法成功。 取道定下心神, 好声一番感悟和试探后, 方才梳理清楚了其中的端倪。 原来在蛟龙之躯未完成时, 小黄天相当于是孵化蛟龙之躯的卵壳, 但当其恋化成功后, 则蛟龙之躯又反过来成了小黄天的寄托之所在。 同时许道结成的金丹, 也是同时寄托在两者之中。 此三者的关系, 三位而一体, 用天地间任何一句活生生的事物, 都极难描述清楚, 唯有用凡人所谓的一方城池或国度作比, 方才可以描绘一二。 内天地者, 是许道的性命之所在, 犹如城池和人口一般, 可吞吐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去养资粮。 内天地不悔, 则金丹无损, 蛟龙之躯也不会彻底的损坏。 而蛟龙之躯, 则是城池构建在外的高大城墙, 以及训练豢养而成的兵族大军, 是城池护卫自身和外出掠食的手段。 至于金丹者, 其是许道的意识所宁, 就好比城池中的法律条文, 官僚体系, 人心民心等物, 执掌着内天地和蛟龙之躯。 其也是许道一身的神通道法之在, 是真气运转和汇聚的核心, 犹如权柄一般, 至关重要, 不可分润。 这三者, 各有不同, 但实则一体, 渠道丹城, 伟力归于自身, 有如异国。 第575章归岛相见, 黄天后土禄结成, 小黄天扩大, 躯壳重塑, 许道的丹城过程彻底地告一段落。 从今往后, 他便是实打实的金丹道师了, 并且是九品金丹中的最高者。 而随着丹城结束, 一只笼罩在许道身上的磅驳丹城一项, 也终于是消散以空。 从虚空中喷涌而来的星光, 瞬间就跌落了九成之多。 不过有小黄天在, 剩下这不足一成的星光, 在常人的眼中依旧是难以想象的庞大。 但当封城中, 许道斗地睁开眼睛, 他望了一眼漆黑深沉的虚空, 暗昼眉道。 丹城之后, 金丹法区的威力, 比之金丹之前要强衡了十倍不止。 但是其对灵气的消耗, 也是增大了十倍不止。 若是只吞吐日月精华, 依旧远远不够用, 早在丹城之前, 日月精华就只能充当道人的保护之用。 若是没有天地灵气, 道人就不可大肆地动用法术, 更不可受伤, 否则就会真气亏空, 道横折损。 而现在结丹之后, 许道的小黄天虽然具备了吞吐星光之能, 但综合其他的金丹神通, 蛟龙之躯等, 其每日间能够摄取的星光, 依旧是只足够他保护之用。 不过和从前相比, 许道今后若是斗法受伤了, 其恢复的速度和效率都将是从前所不能类比的。 因为小黄天不只是能够汇聚星光, 其同样能够汇聚灵气, 碰面灵物, 来者不拒。 若是有充足的灵气, 许道几乎就能力战不截。 他在心中思索着, 念头一顿, 忽地想到, 看来那群西海金丹, 但又由冰丹成上品之后会掳掠四方, 并非是借口。 他们不似我这般能将阵法炼入体内, 每日兼止吞吐日月精华的话, 多半是连保护也做不到。 取道猜想的没错, 和结丹之前相比, 西海道人结丹后对灵气的索取和依赖, 更是严重。 而当今的山海借灵气衰败, 西海中的大小灵脉连供养助鸡道士都是有心而无力, 更别说金丹道士了。 西海金丹们仅仅是维持自身的道横不衰落, 每日间需要消耗的福钱就数以万计, 若是再多个法, 练个宝, 其消耗稍微大点, 所需要的福钱就以十万, 甚至是几十万计。 道也有道士会利用阵法等手段, 如许道这般, 增加对日月精华的索取比例, 而减少对灵气的消耗。 但是西海之中的道法也轻颓, 压根就没几个人有本事能如此。 即便是能, 他们也只能将阵法布置在巢穴附近, 无法如许道这般随身携带着, 只得困居岛上。 取道心中念头分成, 按道, 如此一来, 在西海中若是想要修为进步, 埋头苦修是绝不可能的, 其第一步便是要先获取地盘和资粮。 整个西海, 一共就只有108个岛屿能成气候, 其中能入得金丹道士法眼的, 更是只有36尊。 如此资粮, 不仅仅数目有限, 而且早就已经被瓜分好了。 若有人想要获取更多的资粮, 便只能从其他人口中抢夺。 而单程上品者, 不仅法力高强, 其所需的灵气, 也是其余金丹的数倍甚至19倍。 因此如许道和游冰这般单程上品的金丹道士, 对于其余的金丹道士而言, 自然是犹如江猛龙一般的贪婪存在了。 取道眼神闪烁, 他现在自个单程之后, 对于这些西海金丹的担忧和恐惧, 倒是勉强能够理解一些。 不过理解并不代表要接受, 取道微眠眼睛, 他最后望了一眼刚风层外的漆黑星空, 然后变头也不回地往山海借渣去。 此次单程完毕, 返回白骨岛上, 他便要和游冰等人联手, 在西海之中展开大清洗。 凡是涉足白骨岛, 打杀了吴国移民的金丹道士, 其死了道也罢了, 收其基业便是。 至于还活着的, 便是松罗整个西海, 取道也要将之抓捕出来。 既是复仇, 也是口粮, 滋滋滋, 取道从天而降, 强劲的刚风摩擦着他的身躯, 发光发热, 让他就犹如一颗陨星一般。 对于现在的取道来说, 重重刚风的冲撞半点影响都没有, 反而让他感到了一种活动筋骨的苏玛感觉。 当贯穿了整个刚风层之后, 旁大辽阔的西海再度出现在许道的眼中, 其正下方, 却并非是白骨岛。 从许道飞升进刚风层中开始, 它和白骨岛之间的距离就在偏移, 如今多日过去, 两者早就不知偏移到哪里去了。 好在相对间的距离尚未超过十万里, 许道依旧位于西海的北面, 周遭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因此许道居高临下地望着冰封海域, 好声搜罗一番, 便在海面上寻觅到了白骨岛所在的位置。 当许道仲回白骨岛附近时, 整个岛屿已经恢复到了曾经的冰雕玉气状, 大雪漫天, 让整尊岛屿在他人的眼中显得朦朦胧胧, 仿佛雾中仙境。 取道拨开风雪而来, 盘聚在了白骨城的上空, 窥视着其中景象。 它的身躯有六十丈大小, 而且和它单程之前的龙肿相貌极为不同, 因此其倒影压在了城中, 立刻就惊起了白骨城的警惕。 腾腾黄气涌动, 瞬间就将冰雕玉气般的城池笼罩在内, 一阵冷声也是立刻响起。 阁下何人, 何故亏是我白骨城? 这声音许道听着极为耳熟, 正是他的游冰道友。 城中的白骨冰山上, 游冰身形一晃, 便赤足从宫殿之中踏出, 冷眼看着镇外的许道。 他在心中暗想着, 果然, 这才半个月不到, 便又有尊西海金丹前来。 瞧其模样, 倒横少说也在五百年以上, 而且气息浑厚, 应当是西海中的好手。 只是不知对方前来究竟心存恶意与否, 想到这些, 游冰轻叹, 不知许道飞升进刚封层之后, 结丹的过程稳不稳当。 早在许道飞升时, 他其实跟随着许道往上飞过一段距离, 但是因为许道飞升的高度实在是太高, 当看见许道顿如钢峰层中后, 游冰便只得先返回西海, 以免白骨岛空虚, 被萧小趁机害了。 除了游冰现身之外, 白骨城中另有一道道灵光闪烁, 巨龙在龙气大阵中, 仰头怒视许道, 严真已带着。 经过了上次的白骨岛大战, 白骨城中的道人虽然伤亡惨重, 但是所有还活着的道人, 无论境界高低, 新兴全都经受了魔力, 勇猛者不在少数。 而且大战的结局是白骨岛一方胜了, 城中的道人可谓是士气旺盛, 对于西海金丹在无恐惧心里。 其中还有数个道徒道士在大战后, 毅然选择了突破, 成功率还不低。 当然了, 一场大战下来, 岛上也有些未缩之人, 已经被惨烈的战争吓破了胆子, 这些人或是被流放, 或是当场斩杀了。 后, 一道仓黄色的蛟龙, 随着众人现身, 也是从白骨城中抬头, 目光淡漠望着许道, 杀鸡满满。 许道望着眼前这一幕, 却是心中松了一口气。 白骨岛上的道人们士气正旺盛, 龙气大阵也恢复, 那便代表着在他非生结丹的过程中, 白骨岛并没有再次遭遇袭击, 内里应是安稳得很。 于是许道不再遮掩身形, 他先是将身子压低, 几乎是趴在了龙气大阵上, 身形顿时彻底地暴露在众人的眼中。 游斌等人瞧见他如今修成的蛟龙之躯, 各个目中惊骇。 众人中最低的都是修行了三四十年道人, 修为坚实筑基境界级以上, 就算不明白化龙一道, 也都知晓真龙相貌对于西海道人的重要性。 凡是修行妖屈者, 其相貌越是接近于龙香, 则其血脉越纯, 根基越扎实, 法力也越强。 白骨城众人精具, 来者不只是金丹蛟龙, 而是一头原因境界的真龙梦。 只有游斌还沉得住气, 他自信自己的眼光不瞎, 不至于区分不了金丹和原因。 但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认出来者就是许道, 反而怀疑道, 来者龙香十足, 莫非对方是个濒临结音的导师, 又或者是真龙产下的血脉。 东土来人, 这是因为许道在结丹之后, 气息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寻常的道师杰丹, 其道横起步都只是三百年, 丹城上品的也不例外。 而许道杰丹, 因为性命双修的缘故, 后积而勃发, 六百年道横技术转化, 都变成了金丹法力。 其辅义丹城, 便相当于一尊金年的老金丹了。 白骨岛上, 紧接着让游冰都为之惊骇的, 是庇护全城的龙七大阵 竟然没能阻挡来客, 让许道轻轻一转, 便进入了真法之中。 好在他们没有惊骇太久, 下一刻, 许道就趴得收敛蛟龙之躯, 与一阵云雾鬼气中化作人参, 从其中走了出来。 他身上穿着用法力凝结编制而成的 简易道袍, 肤色晶莹, 浑身都泛着灵光, 从容地望着游冰等人。 许道笑着, 打了个鸡手, 贫道建国诸位道友。 他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在众人跟前, 即便是那些个和他不太熟悉, 仅仅看过画像的筑基道士, 也都是瞬间将他认了出来。 庄不凡师生教道, 许道, 旁边意识有不少道士惊呼, 许道长, 金枪道长。 在白骨岛大战之前的几日, 许道就在城中用回了自己的本名, 因此听见金枪二字, 他不由地寻声看过去。 这批裂阵一带的白骨岛道士中, 居然有几人是白金岛的道士。 许道略微诧异, 白金岛的这群人没有出逃, 而是留在了白骨岛上吗? 不过他又看了几眼, 暂时没有发现金十三的身影。 正当他思索着金十三的下场会如何时, 另一声惊呼响起, 许道。 说话之人不是其他, 正是游冰, 游冰身着白色道袍, 赤足踩着连坐, 睁睁地望着许道。 他的眼中惊喜无比, 但是略微还有些迟疑, 其双目中有灵光泛起, 正在谨慎地辨认着许道身份, 而不似其余的道人一般, 一时惊恶便失了方寸。 许道被对方审视地打量着, 他也不恼, 依旧笑盈盈地站在原地, 任由游冰的神识上下盘查, 并且还主动释放真气, 配合对方的检验。 游冰从许道的真气中, 感应到了浓浓的熟悉, 而且许道还用神识传音, 在游冰的耳边轻声道。 小娘子缘和横眉冷对, 你我分开才十多日, 不应该小别圣新婚吗? 许道调笑着, 游冰听见熟悉的话声, 他心中大喜, 连忙就将神识同许道的神识搅缠在一起, 心心相应, 彻底的确认了许道的身份。 真是郎君, 一确认许道的身份, 游冰便按捺不住, 几乎是犹如小女子头怀送宝般, 撞到了许道的跟前。 等回过神来之后, 他和许道已然是近在咫尺。 许道也是轻轻点脚, 落在了白骨帘座上, 和对方并肩而立。 瞧见这一幕, 周遭的其余道士, 不管是熟悉许道的, 还是不熟悉许道的, 也都彻底的确认了许道的身份。 瞬间, 严阵以待的白骨城众人, 不只是士气高昂, 其神色也是大阵, 眼中都流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们看着气度不凡的许道, 纷纷暗想到, 许道长本就有单程上品之资, 如今修得了蛟龙之躯, 龙香十足, 定然是金丹圆润, 大功告成了。 哈哈, 许道长刚一结丹, 气势就如此的浑厚, 连关主都比不过他, 莫非道长当真是单程一品了? 种种对许道的警惕, 顿时都变成了敬畏和仰望。 其中庄不凡震惊羡慕之余, 也是大为快位, 他带领招数十个驻鸡道士, 纷纷折腰,高呼道。 参见道长恭喜道士寿享千年, 法力如冤。 急声轰然震动, 回荡在整个白骨城中, 恍若大钟敲击。 迟钝的白骨城凡人, 道徒们, 纷纷被惊醒, 恶然地抬起头。 很快, 整个白骨岛就都知晓了许道归岛一事, 还知晓他安然无恙, 道横已然大增。 因许道而得救的人们听见, 纷纷大舒一口气, 也都露出惊喜之色。 他们无需有人安排, 便都走到街道上, 争相往白骨冰山汇聚。 等许道和众人走下高空时, 他的身下已然是黑压压一片, 如山似海般人高呼着。 参见道师第576章见紫西海, 取道听见白骨城中, 犹如浪潮般汹涌的高呼声, 也是心情欢喜。 他环顾周遭, 停住了脚步, 转身朝着汇聚而来的百姓们, 打了个击手。 随后方才大笑着, 牵着游冰的手踏入了宫殿之中。 当两人的身影消失之后, 白骨冰山外的高呼声依旧是不止。 恭喜道师, 受享千年, 法力如冤, 好在还有随同许道两人一起落下来的道士们, 他们得到许道的接见, 略微谈了几句话之后, 便都站在冰山宫殿外恭送两人, 并没有进入宫殿之中。 有着这些道士在, 岛上的一阴杂士都会得到处理, 无需许道和游冰两人操心。 冰山上, 宫殿的阵法顿时升起, 呼得就隔绝内外, 使得阵法中的人顿时清静。 许道和游冰单独相处, 游冰彻底地不用再维持清冷模样, 其顿时就变得和小女子一般无二, 紧紧地和许道贴在一块, 口中还问东问西。 至于他所问的东西, 自然就是许道在结单中遇见的事情。 许道也没有需要隐瞒的, 沉吟着, 对游冰所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回答。 一番交谈, 游冰的面色彻底捧不住, 他惊喜且压然地看着许道。 如此说来, 郎君当真是单成一品, 有天仙之词了。 口中说着这话, 游冰还激动地在宫殿之中走来走去。 此前听闻许道宣扬其所结金单柜为一品时, 游冰等人虽然惊喜或震惊, 但是毕竟没能亲自地检验。 现在许道就在他眼前, 还颇为配合, 他彻底地相信了这个事实。 其中白骨关主藏在游冰的体内, 此聊一时都不敢吱声, 唯恐许道修的一品金单后, 神通大掌, 会有法子炮制他。 毕竟单成一品者, 古往今来都只存在于传说中, 这实在是超过了白骨关主的想象。 游冰看着游冰激动的表情, 面上轻轻一笑, 他伸手一盏, 托取着自己的黄天后土路, 令之大放光明, 直接显形于外界。 走来走去的游冰, 顿时就被黄天后土路的模样给吸引了, 脚步顿住, 蒸蒸地望去。 他倒是没有旌旗于游道的金单为何会是福禄状, 而非丹丸状。 金单者, 其虽脱胎于千拱外丹术, 但修真求道发展至今, 金单二字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千拱外丹, 其一主要指的是道人的精气神三宝圆容, 而非是所节大丹的外形。 黄天后土路府一线身, 虽然仅仅是寻常符纸大小, 但他内里有种种符纹凝结, 立刻就让游斌感受到了一种惶惶神威的感觉。 更甚者, 明明许道都已经收敛了气势, 但无论是游斌, 还是他体内的白骨关主藤蛇两个人格, 结实瞬间感觉就低了许道一头, 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不过游斌毕竟是屡经生死, 且自己也修成了上品金单, 他面上哑然失笑一下, 便俏皮地看了许道一眼, 让自己的白骨莲花大丹也显露在外。 宫殿中, 黄天后吐露的凛然白光, 顿时就和白骨莲花大丹的纯纯白光交融在一起。 本是气势凌人的许道, 被游斌的白骨大丹一照, 面上的神情也是变得柔和许多。 瞧着两人的金单像是要交融在一起似的, 许道呼地想起了一件事, 他顿时笑盈盈地上前一步, 拉住了游斌的小手。 两人虽然分别多年, 但两人凌肉早已经交融过不知多少回。 游斌被许道拉住小手, 他偏掩一瞧许道, 小脸就微红, 立刻明白许道心里在想什么。 只见许道靠在游斌的耳朵边上, 不怀好意地说。 道友此前是不是映成过频道一件事情, 游斌微低头, 声音有些迷离, 哪件事。 游斌瞧见对方娇羞的模样, 他伸手捏住了游斌的下巴。 自然是以身世道, 助频道结成金单了。 在游斌结单时, 因为他的阴神又和腾蛇相容的缘故, 其体内多出了一股精纯的阴灵之气, 为免浪费, 两人便一直都没有再次刑防, 而打算着将阴灵之气流到许道结单时, 为许道提供些许助力。 游斌被许道捏着下巴, 忍着休意, 说, 道友都已经单程了, 又何必还记挂着此事。 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忽, 取道闻言大笑, 他也不再和游斌啰嗦, 将对方拦腰横抱, 并随手一掐绝, 放出了浓浓的白雾盛气。 白雾浓浓, 犹如实质一般弥漫在冰山宫殿之中, 好似扑就了一层厚厚的白棉毛毯。 惊笑声响起, 小娘子所言正是, 既然频道结单成功了, 那么也不能缺了一番庆祝。 哈哈, 下一刻, 便有一阵惊呼声响起, 冰山宫殿之中的白雾顿时就翻滚, 内里有两道身影纠缠在一起, 好似斗法斑脚着力, 互不相让, 敌死相搏。 但是让人惊奇的是, 宫殿中明明只有许道和游斌两人在, 可白雾中的呼声却是此起彼伏, 女子私生多达三种。 在许道返回白骨岛之后, 他对外传话自己结单不久, 正是需要闭关瘟养的时候。 就此便和游斌待在冰宫之中, 一连小半月都没有走出冰宫。 在这段时间之中, 白骨岛在抓紧时间的休养生息。 有庄不凡等人管事, 整个岛屿的运转还算自如。 足足十四天之后, 许道和游斌方才从冰宫之中走了出来, 并召集庄不凡等住基道士前来议事。 议事的地点就在白骨冰山之上, 只是并不在宫殿之中。 这对于许道来说, 是他想偷个懒, 懒得跑到山下去召集众人。 但是对庄不凡等人来说, 却是以为有大事要发生了。 白骨城中的冰山一直都是游斌的私人宫殿所在, 他喜清静, 除了偶尔会召见到人进行赏赐之外, 从来就没有召集过大批人员登山。 因此当许道脚不屈服地, 出现在神情肃穆的庄不凡等人面前时, 他的神色微正, 不着痕迹地就松开了搂着游斌的手。 游斌正想要提醒一下游斌, 却发现上一刻中还没眼如丝的游斌, 这时已经先他一步端正了面容, 并正经微坐地落坐在了桌挤前, 挤背挺直。 一时间, 现场就只有许道一人放望心海, 显得像是刚从床踏上睡醒的样子。 好在如今的许道已是金丹导师, 所结金丹还是上一品, 举世罕见, 庄不凡等人望着他, 只以为许道是不拘小节, 颇有逍遥折先的气度。 未等许道两人开口, 庄不凡就领着一众道士, 成皇成孔的俯首大败。 参见许道师, 参见关主, 大败过后, 庄不凡出声, 不知道是何关主召集我等, 是有何大事要吩咐。 游斌勿自贵坐在桌挤前, 并没有要出声作答的样子, 他神情清冷, 仿佛一尊白玉神女般, 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 因此几十个驻击道士的目光, 齐刷刷地就落在了许道的身上, 个个都神色恭敬,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好在许道今日和游斌召集岛上的道士, 确实是有大事要商讨, 或者说是吩咐。 面对着众道士, 许道的神情也是端正起来, 他将几倍挺直, 先朝着众道士汉手, 回了伊里。 取道略成银, 开口道, 距离西海金丹袭击我白骨岛, 已有一月了。 在此番大战中, 幸得有诸位道友和城中子弟的相助, 我白骨岛才成功度过一劫, 未曾成破家亡。 取道副拱手作一, 许某和道吕一起, 在此多谢诸位道友了。 听见许道的话, 庄不凡等人顿时神情激动。 他们连连再度伏地大败, 口中呼道, 不敢不敢。 某等不敢鞠躬, 此番能保全性命, 多亏了道师和官主之功。 道师谬赞了, 白骨城中数千万只人口, 全都是依仗的道师和官主。 大呼中, 众道士除了生出一种被许道重视的激动感之外, 还敏锐地注意到了许道口中的道理两字。 如果说以前, 在场的道师中还有部分人会不愤于许道, 极度他能得到游兵的青睐, 但是现在, 这些人都已经转变了观点。 不少人在心中惊喜暗道, 许道师果然是和官主结成了道理。 这下子, 我等就不用担忧许道师会离去了。 还有人心中暗想, 莫非许道师和官主今日召集我等, 就是要吩咐两人结为道理一事。 早在许道还没有到达白骨岛之前, 白骨岛就在为游兵的婚事做准备。 只是现在经历了一番大战, 岛上残破, 钱粮亏空, 城中为游兵备好的架装等屋也是丢失者损。 如果许道和游兵想要举行缔结的道理一事, 众人还得重新置办和松罗一番。 场中有道士的心思活泛, 立刻就开始盘算着自己能做的事情, 好方便他们讨许道和游兵的欢喜。 但是许道接下来说出的事情, 却并非是这等儿女私情, 而是神情遗正, 开口。 古人有言, 九世之仇, 有可报乎。 十世之仇有可报也, 取道声色冷冽, 如今我白骨岛横遭劫难, 被人欺辱, 此当要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我与关主已经商定, 择日便要征伐西海, 向那些各尊者道师讨要个说法。 环顾着在场的诸葛道士, 许道发现道士们的神情虽然有些讶然, 但是听完了他说的话, 又都是立刻的就流露出恨义和振奋之色。 场中有道士或人就站起身, 咬牙切齿道, 道士所言正是, 我白骨岛, 我无国子民, 五十年来皆是艰难困苦, 如今更是被这群西海妖物给袭击了, 此仇不报, 某等寝食难安。 随着这人一起的, 还有二三十个道士, 他们也是齐刷刷地站起身, 磕道西海群妖, 该斩。 其中庄不凡更是渐气涌动, 大笑道, 庄某正希望杀一杀西海波才们的气焰, 某是时候一吐玉气了。 曲道瞧着群情激愤的道士们, 眼中露出满意之色。 这些道士他恰好都眼熟, 仅有个别人是新面孔。 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吴国, 是吴国天清之后沦落到西海中的道士。 其中近半人, 还和许道士一样的道统出身, 是道工的弟子, 皇天道统的传人。 仅有的几个非吴国中人, 也都是近50年以内才筑基利根, 是在白骨岛上突破成就的道士。 此次西海金丹们肆虐白骨岛, 对于这群道士来说最是可恨。 早在许道召集他们之前, 吴国道士们就已经私下商议过多次报复之事。 只是因为顾忌白骨岛眼前的情况, 以及不想影响了许道和游兵的修行, 方才没有主动提出。 现在许道提议要向西海金丹复仇, 正合众人之意。 而剩下白骨岛道士, 他们并不是吴国中人, 见到场中气氛突变, 心中顿时危惊。 好在他们一个个的也都不是蠢货, 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才没有如吴国道士一般亢奋。 无需他人提醒, 剩下的道士也都立刻跳起来, 朝许道和游兵低呼。 道士所言正是, 还有人当场奉承起来, 大战过后, 我白骨岛虽然损兵折将, 但有道士和关主在, 定可横扫西海, 屠戮群妖。 取道剑场中士气可用, 含笑的扶掌赞道, 善。 有诸位道友的元首, 我白骨岛此番的复仇, 定然是会克敌连连, 无望而不胜。 时隔一月, 因为根基扎实, 又和游兵双修了的缘故, 许道的境界早已经是彻底的稳定。 至于跪坐在一旁的游兵, 其同样也是如此。 境界稳定, 两人也就可以腾出手来, 主动去找他人的麻烦了。 并且眼下的时节, 正是白骨倒百费带心, 需要大批资粮的时候。 因此许道和游兵在温存之后, 两人接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并非是举办道旅仪式, 而是先找西海金丹们复仇, 取其性命夺其家财。 如此一来, 他俩不只是可以一吐玉器, 还可以为麾下的众人和自己列来钱粮, 正好能为结亲做准备。 其中由兵听着许道和众人的谈话, 也忍不住地流露出期待, 冷声道, 中卫道友, 我等陆力同心, 杀贼灭敌。 几十名道士听见, 齐齐低头呼道, 诺, 谨尊道师, 关主法令, 第五百七十七章威震群雄, 白骨冰山上, 满堂的道士灵光充沛, 士气可用。 取道和游兵两人相识一言, 目中东露出满意的神色, 随即许道就对堂中的道士吩咐道, 既然如此, 便请诸位道友整军备战, 不日, 我白骨岛便出兵伐妖, 归红西海正气。 数十道士在此伏地叩拜, 声色震动, 诺, 取道和游兵两人也是常力而起, 身上精纯身后的法力生疼, 宛如梁柱一般冲天而去。 在众人的法力映射下, 整座白骨冰山都仿佛震动起来, 冰宫中散发出五彩的光芒, 让所有人都显得神采奕奕。 当白骨岛的一行人在试诗意试, 见识西海时, 西海的其余地方, 大战的影响已是彻底的波及开。 不管是前身是海时大会的海盟, 还是昆金真人麾下的余渊势力, 白骨岛三个字, 都明晃晃地摆在了众人的桌上。 其中宽广庞大的百里福茶上, 数十年前残破过一番的方式, 早已经修气完整。 其上的方式依旧是一分为四, 由东南西北四个道师统领着, 只有其中原属于乾隆阁主的东边方式, 换了个人占据。 另外的三方道师依旧由 饿龟道师,白虎道师, 萧鸟道师统领。 接替乾隆阁主的道师不是其他人, 正是许道的老熟人, 金欧尊者。 此聊在背弃了乾隆阁主之后, 不知怎的就说服了另外三个道师, 成功地由一丧家之犬, 即身为海盟中的头四位, 就连海盟最为依仗的水陆海时大阵, 他也掺和了一脚, 成为其中的一大阵眼。 只不过在海盟的头四位金丹道师之中, 他很明显的是属于第四位, 排名老妖, 另外的三位道师对他的态度也颇为微妙。 平常的时候, 四人都是共同进退, 盟中的各大道师和麾下的道师, 也都是给了金欧应有的尊崇。 但是当遇见了大师之后, 恶龟、白虎、 萧鸟道师却只是拿他们三个当作是自己人, 而将金欧道师排挤在了外侧。 这一日, 金欧道师因为闭关修行的缘故, 他相比于恶龟、 白虎、 萧鸟道师, 足足迟了半个月, 方才从自己的手下得知了白骨岛上的大战结局。 福毅得知此事, 他便心中惊骇, 连连就要升堂一事, 派了麾下的道人去往西面、 南面、 北面的三个方式, 要将三个老道师都请来商讨应对方法。 结果还没有等他准备好招待的场所, 派出的三个信使就都返回, 齐齐地带来了无须升堂一事的口信。 金欧尊者盘踞在偌大的形如鸟巢的建筑中, 双目中煞时就腾起金色的火焰, 目视麾下的三个道人。 什么, 无须升堂一事, 而等莫非是在匡骗本座? 传信的三个道人都是驻击境界, 而且到恒生后, 是金欧占据了乾隆阁之后, 趁机投靠他的。 三人能够在海事大战中不死, 狗活下来, 还能重新投靠在金欧尊者身旁, 手底下必然都是有两把刷子。 但是面临金欧尊者的怒吓, 三个道士皆是身形颤立, 匍匐在地板上, 不敢抬头看金欧尊者。 尊者恕罪, 脚到万不敢有所欺瞒, 我等皆是传达之后才敢返回, 绝不敢罔顾使命。 堂中甚至有叩头的声音响起, 是一个道士承受不了金欧尊者的威压, 尽如凡间的宁臣般摇尾起连。 瞧见门下道士的不堪模样, 金欧尊者眼中的愤怒更甚。 他已经是相信了门下的这三个道士不敢欺瞒于他, 但是这样一来, 也就代表着石纳恶龟、白虎、 萧鸟三个金单道士在小区他, 并不想和他一事。 腾腾的火焰从金欧尊者身上升腾而起, 他的腰躯在金色火焰之中展翅, 两翅之长度, 竟超过了三百丈, 宛如是琉璃铸就的一般。 金欧道士这些年落脚在百里福察上, 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资量, 其道衡和从前相比已经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此变化不说是翻天覆地, 但是和他当初被人霸占基业, 沦为丧家之犬时相比, 已经是截然不同。 现在的金欧道士, 显露在外的道衡就达到了750年之巨。 这还是他顾忌着另外的三个道士, 故意收敛了, 最近一二十年都没有再出过巢穴。 在这一二十年中, 他的道衡的增长比前一二十年更是迅猛, 现在总共达到了900年之多。 若是在给他二三十年的时间安心修行, 金欧有信心借助海盟中庞大的修道资量, 将自己的道衡推到逼近千年。 到时候, 他身为千年导师, 整个西海都将正视他, 绝对不会再有人敢甩他的脸色。 一旦如此, 他甚至是敢直接冲到渔渊的地盘, 以保当年家业被夺的奇耻大乳。 扑伏在堂中的三个道士, 瞧见了金欧尊者身上汹涌的灵光, 目中皆是惊骇。 金欧尊者近十几年来一直都在韬光养晦, 他的实力果真是增长巨大, 法力如渊如海, 不知究竟有多少年了。 这让三个道士的心情更是凛然, 将脑袋埋得更加低, 不敢去执视金欧尊者, 只敢用余光撇来撇去。 正当他们担忧自己三人会沦为出气筒时, 有三道声色各异的声音, 在他们的身后响起。 嗡嗡, 只见是三股赤红, 亮白, 玄黄的法力, 在他们的头顶上聚集成形, 其形成了镜子般的光幕, 当中立刻传出了灰红声音。 结结, 金欧道友为何要拿门下的道士出气, 有事情和某等三个说便是。 道友, 我等三人这不是来了吗? 哈哈, 道友见谅, 你我皆是金单导师, 又都是修行的肉身, 身躯庞大, 若其其用真身碰头, 恐怕道友这美轮美奂的金欧堂, 就要被挤破了。 不如我等直接传音而来, 简单说说便是了。 这三道声音, 正是海蒙中那三个金单导师, 其或是坚力, 或是冷冽, 或是沉闷。 听见了三个道士的话, 金欧尊者的气焰瞬间就消失。 他冷冷地打亮着发声中的门下道士, 从三人头顶的光幕中感受到了浑厚的法力, 他确认光幕后是符查上的另外三个道士无意。 于是金欧闷闷闷的开口, 既然如此, 三位道友应该也从本道的门壳那里, 得知了白骨岛之事。 闺灌道士已然生死, 我等该当如何应对, 还请三位道友拿出一个章程, 他的话说完, 恶龟, 白虎, 萧鸟三尊道士就都发出呼啸的声音, 或是含糊, 或是清楚地回答道, 正好, 此时重大, 西海之中能有单程上品, 且是上一品的道友存在, 着实是震惊了我等。 此是我知意见, 乃是以不动音万动。 海蒙中的灰灌道士既然已经身孕, 我等就不该再将整个海蒙都脱下水, 谨慎为妙。 三个道士中, 有人还出声赞同对方, 道友所言正事。 此白骨岛, 只可修好, 不可再结下深仇大怨。 金欧尊者听见几人的谈话, 他有些发争。 本来他压下了心中的愤怒, 正准备好声地和对方三个商量。 结果他只是试探地问对方拿出一个章程, 对方真就一起拿出了章程, 三人你说我答的, 话中的意思一模一样。 更让金欧尊者愈怒的是, 三个老金丹竟然是打算对白骨岛稀释宁人, 甚至是赔礼道歉, 而不准备找白骨岛的麻烦了。 金欧压抑着怒气, 低声问, 灰冠身死他道, 我等同气连之, 不该有所表示吗? 结结, 匍匐的道士顶上, 那股赤红色的灵光大掌, 当中传出萧鸟道士的话。 金欧道友有所不知的, 一月前围攻白骨岛的, 并非只有灰冠和其余的西海金丹, 更有昆金真人门下的使者。 该使者携带了仙术, 其仙术之威, 能将整个白骨岛都抹平。 但结果却是该使者身亡, 白骨岛中的一道人, 更是借机凝结了上等大丹。 焦鸟道士冷笑, 此等底蕴和手段, 恐怕就是三百年前的昆金上场, 也不可能如此厉害, 更别说临阵结成一品金丹了。 一旁的恶归道士也是叹息出声, 萧道友所言正是, 如此人物, 我等惹不起啊。 恶归还继续传音道, 我等皆知金欧道友 你和辉冠的交情好, 但难不成要为了辉冠一个死人, 去为难整个海盟, 再造杀念吗? 还望道友以大局为重, 金欧文言, 面色顿时难堪, 他在心中后怕地想道, 先数, 其神夺赦, 一品金丹真有如此大的威能, 不等他再出声回应, 海蒙三老中的白虎尊者, 突得冷冷说, 金欧, 你不要忘了, 我等之所以结盟, 广那西海的豪杰, 就是为了汇聚力量, 起兵征伐于冤, 进而从昆金的手中获得结音契机。 如今有一品金丹诞生, 其本该是我等助力, 你万不要将它推到昆金那边去了。 白虎尊者冷哼一声, 不要怪本道没有提醒你。 这道传音说完, 由他展开的法力灵光顿时闪烁, 然后就化作为一头苍白猛虎, 仰天咆哮着, 发出一阵冷烈嘶吼声就消失了。 另外的两个海蒙道师也是轻叹着, 又是叮嘱了几句, 都将传音的法术撤了。 其中那头恶归道师, 还偷偷地单独传音得进欧, 说, 灰灌道有死的也是可怜, 某家其实也支持道友为灰灌复仇, 道友真要事做了, 我等三人自然会表示表示, 绝不会阻拦。 不过, 海蒙毕竟家大业大, 我等无法亲自出手, 只能劳烦到有一人为之了。 白虎, 萧鸟, 恶归三尊道师, 先后撤掉传音后, 宽敞的金欧堂中顿时就寂静, 连一丝喘息声都没有。 金欧的眼神冷烈, 他的心中正惊怒无比。 可恨, 这三个老贼, 四十年来打生打死都是我等, 他们却是坐享其成, 如今灰灌出师身死, 三个老贼居然还想我去当马前卒, 为他们试探风险。 可恨可恨, 腾腾惊艳, 再度从他的身上冒出, 将宽敞的金欧堂塞得满满当当。 匍匐在地板上的道师瞬间脸色苍白, 三人皆是亡魂大帽, 以为金欧尊者心情不好就要杀他们出气。 好在下一刻, 堂中刺眼的金光呼得就消失不见, 未伤他们分毫。 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 而等退下吧, 三个道师战战兢兢地回答, 莫当他们吸行着快要退出殿堂时, 身后呼得又有金欧尊者的声音响起。 慢, 而等从本座的宝库中挑选出一番好东西, 亲自己白骨倒送过去。 一日便出发, 务必要赶在那三个老家伙之前。 三个道士点头如啄米, 忙不迭地就阴下了。 他们都没有问究竟要派何人出发, 心思各异地选择了三人齐去。 等门下的道士离去后, 金欧盘踞在殿堂中, 他伸展着浴火不息的双翅, 一并咀嚼着刚才和饿龟等人谈话。 金欧的心情再次阴郁起来, 重重的冷哼声在堂中响动, 仿佛雷霆般炸裂, 让刚离去没几步的道士都已经脚步迟疑。 这时的金欧尊者反映过来了, 饿龟、白虎、消鸟三个导师, 肯定是早早就得知了白骨岛大战的结果, 只是并没有告诉他而已。 否则的话, 对方三个不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就统一口径, 还明里暗里地都劝他稀释宁人, 其更不会对白骨岛上有些数 邪神险刑的失情了如指掌。 金欧尊者顿时知道, 他的礼品多半是无法赶在对方三个之前到达了。 很可能在他还懵懂时, 对方三个就已经和白骨岛勾搭在了一块。 寂静的殿堂中, 金欧尊者开始思索自己该如何与白骨岛结交关系。 反正他和辉冠交好的事情, 就只有海蒙中的金干道师知晓, 外人并不知, 并不会影响他是好白骨岛。 况且他和辉冠结交, 本就是为了抗衡恶归、 白虎、 萧鸟这三个老家伙, 不得已才勾搭在一块。 两人本就没有真情实感, 金欧尊者好起来也是半点心理障碍都没有。 瞬间, 金欧尊者眼神闪烁, 或许本作别无选择, 本作才是海蒙中, 最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投靠白骨岛的角色。 第578章争相送礼, 一日, 当金欧堂中的三个道师相继走出堂口, 赶忙地奔往白骨岛时, 堂中最深处, 也有一道金光闪过, 一道人影悄悄地从金欧堂中走出, 遥遥地坠在三个道师身后, 也往白骨岛所在的方向飞去。 当这人影彻底地踏出海事大阵后, 庞大的浮沙底部, 三道神石顺着阵法的脉络, 规聚在一间觅食之中, 相互交流着。 金欧这丝果真忍不住, 已经离开巢穴, 赶往白骨岛了。 牵他一步离开的, 还有他门下的那三个道师。 另有冷哼声响起, 哼, 眼人耳目, 此聊恐是担忧我等发现他的行踪, 才故意先派出门下的走狗。 他也不想想, 浮沙上的哪一处地方, 不是我等三人亲手布置而成。 其一举一动, 怎能瞒过我等耳目, 道有所言正是, 我关金欧这丝表里不一, 他此次亲自离去, 定然不是为了找那白骨岛复仇, 多半是存了要和对方交好的心思。 密室之中谈话的三股神石, 不是其他, 正是符查上的三个老家伙, 恶龟白虎, 萧鸟三道师。 他们三个议论连连, 时不时还发出冷笑声, 不过金欧这丝还真不能小觑了, 其能安心地在密室中闭关一二十年之久, 明明占据着金欧堂, 却又肯将东面的方式生意交给辉冠等人。 如今辉冠身死, 而他的道横却是达到了七八百年之多, 隐藏得不浅。 金欧本以为自己在百里符查上隐藏得好, 结果没想到他一个耐不住, 离开了金欧堂, 不止动向暴露的彻底, 就连道横底细也被人给敲破了。 那时钟, 有道师神识传音, 轻笑道, 朱卫道有无忧。 就算他在埋头修行个二三十年, 将道横提升到了近千年的地步, 那又有何用呢? 在座的朱卫, 哪一个不是早就拥有了千年道横? 哈哈, 敲道有所言甚是, 区区一个无品单, 也配合我等并列。 若不是近些年还用得着他们, 早就将他们都炮制成洗面, 为我等的结音大业积攒资粮了。 一番言语说出, 原来在场传音的三个金单道士, 其各自的金单品级无意不适中四品, 而且按照他们言语之中叹息的, 似乎他们三个曾经都有能单成上品的可能。 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才都止步于四品贞单。 但即便如此, 贞单者比甲单高明, 四品贞单又是中下品大单中的佼佼者, 他们三人都可以在西海中横着走, 更别说还具备千年道横了。 而这伙金单道士之所以坑杀乾隆阁主, 聚集着西海的金单, 其所为目的就只有一个, 破丹解音, 得响长生。 立刻就有人叹息着, 若是乾隆纳斯顾全大局, 不结个什么腾蛇丹的, 我等又何必招收金欧这四入阁。 有乾隆在, 我等四人恐怕早就打上余渊, 夺了昆金纳斯的鸟位, 获得结音契机了。 这番话说出来, 另外两股神石当即做出赞同和叹息之声。 有人说, 可惜可惜, 不过若是那白骨岛愿意和我等结盟, 我海蒙似乎也不必再试探来试探去, 也可以直接打上余渊。 另外一股神石赞同, 然也, 听闻白骨岛有两个单程上品之人, 笔备都是仙人种子, 其结音长生的可能大于我等, 而且所需资粮也多于我等。 他们必然是没有那个耐心, 愿意在西海中苦修数百年, 慢慢地积攒道横。 而若是不从余渊那些搜刮资粮, 南面海域的金丹就算是全杀光, 也够不了他们任何一个结音, 更别说是两个了。 孤有第三股神石出生既然如此, 我等是否要赶在金欧之前, 先一步结交白骨岛。 这话说出, 另外先说话的两个道师都噎住了。 暗时之中沉浸了许久, 那问话之人方才迟疑地问出, 莫非二位早就如金欧这般, 派出了使者去招揽。 房中响起干笑声, 被问话的两个道师之舞者, 都回道, 算是, 算是。 其中萧鸟道师还诧异地问对方, 虎道友, 莫非你没有派出。 他得到了一阵沉默地回答, 暗时之中的白光瞬间大作, 白虎道师放出的神石变冷了不少。 见此情况, 恶归道师劝解着说, 不迟不迟。 虎道友现在派出使者, 指不定还能赶在金欧纳斯的前头。 萧鸟道师也是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连忙就低声说, 不打紧。 你我三人同气连之, 只要有一方和那白骨岛交好, 对方便会成为你我的助力。 冷哼声在暗时之中响起来, 显然白虎道师听见了两人的解释, 心中依旧不满意。 顿时, 刚刚还聊得热火朝天的三个道师, 就此兴趣缺缺, 互相叮嘱了几句, 便都将神石抽走, 一时返回了各自的老巢中。 白礼服查上北面和南面两地, 格子、楼子中顿时就传出两声暗骂。 蠢货、愚蠢, 自没个心眼, 反倒怪本作, 这两声暗骂中还带着笑意, 也不知再笑个什么, 但绝对不是善意, 而只是幸灾乐祸的笑。 至于服查的西面方位, 一尊庞大宛如白金胶筑的躯体上, 其本就猙獰的狐脸, 也露出了笑容, 让他更像是长了一张恶鬼面孔。 与此同时, 相距几十万里的白骨岛, 岛上众人在许道和游兵定下了世事出征, 建置西海的大石之后, 整个白骨岛就都处于热火朝天之中。 只是出征西海, 讨伐西海金丹一事, 终归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备好。 即便是有许道和游兵两尊的金丹鸦阵, 许多需要准备的事情, 依旧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完成。 这日, 许道和游兵好声论道完一番, 悬挂在兵宫外的风铃就遥响, 紧接着便有传音符飞入了兵宫中。 许道从游兵的身上爬起来, 懒散地接过传音符, 谁时一碰, 口中就传出轻一声。 游兵懵懂, 气息有些不稳地出声, 何事? 即否, 取道摸缩着传音符, 回道, 不急, 不过你我也该处理正事了。 他随手拍了拍游兵, 又将手中的传音符递了过去。 等游兵的神石一碰, 了解了传音符中所记录的事情之后, 他立刻就从云雾中直起身子, 伸手掐绝, 为自己披上了纯白的道袍。 游兵斥着脚, 在许道的跟前轻轻一转, 便从白玉观音变成了清冷女道人, 他朝许道威欠身, 言语中有些郑重。 海蒙和渔渊那边终于有动静了, 你我何该见见对方的使者? 取道点头, 他也给自己披上了道袍, 然后便伸手一腰, 立刻就同游兵一起往兵宫外面走去。 到达白骨岛的使者早早就已经登上了冰山, 并且有专人在招待着。 此使者是海蒙的使者, 正巧是当初追杀过许道的萧鸟道师麾下。 至于游冰口中的渔渊, 则是半点动静都没有, 甚至连继续过来刺探白骨岛虚实的探子都很少。 冰宫阶下已经被布置成了厅堂模样, 有桌椅, 有屏风, 中间还滑开了冰块, 形成了流水, 具备流伤屈水的意境。 一列身着珠红色道袍的道人, 正列作其中, 互相之间还有些言语。 他们各个模样周正, 人数不多, 才十来个的, 但即便是随行在一旁的小厮, 其修为也是炼气圆满境界, 无样标志, 举止得体。 取道和游冰从冰宫之中走出, 后在堂中的白骨城道人立刻就有所察觉的, 纷纷只声作一, 然后就小步退到了一侧。 珠红色道袍的道人们面色微正, 纷纷从座位上起身, 恭敬的面向手坐方向。 一行人口中齐齐呼喊, 我等见过白骨关主, 见过白骨道师。 取道虽然在白骨岛上用回了本性, 连恶归等道师都隐约得知, 他或许就是此前被海蒙通缉的道士, 但是对外皆而言, 他的身份依旧神秘。 好在他现在是白骨岛之人, 称呼他为白骨道师是没有错的。 孤生中, 许道和游冰的身影双双一闪, 便出现在了手坐的两把胶椅。 取道先是示意游冰落坐, 然后一仙道袍, 神情巨傲地坐下, 他冲折腰行李的一行道人说。 怎的, 时隔多日, 海蒙终于遣人前来兴师问罪了。 海蒙道士们闻言, 嘴上并没有造次, 但是一个个的心中都嘀咕起来, 当中领头的立刻就公声回答。 非也非也, 道师说笑了, 我等并非是钱来讨打的, 而是奉了萧道师之令, 日夜兼程, 退意赶来为道师和关主献上丹城之礼。 取道闻言, 脸上露出冷笑, 不屑道, 丹城之礼, 而等的丹城之礼早早就已经送过, 何必再来第二道? 况且, 你海蒙的东西, 我白骨蒙也真有点承受不起。 见许道的态度依旧不善, 红袍道人们的神色难堪, 但那领头的道士, 依旧是硬着头皮回道。 丹道师和关主, 此里乃是萧鸟道师亲自送出的, 些许薄礼而已, 道师和关主经官收下便是, 取道见对方几次都没有失态, 他轻笑着, 碎翼白首, 吩咐道, 既然如此, 变换另外两批人马上来, 本道还以为海蒙来了三批, 是要将本岛王岛灭种呢? 不一会儿, 又有身着黄袍的一行道人, 小步快走地进入了堂中。 紧接其后的, 是一行身着白袍的道人, 对方从另外一个方向登上了冰山。 这两班人马, 分别正是鳄龟道师和白虎道师嫂嫂派出了的使者。 三伙人马齐聚在许道的跟前, 初识相互竟然还不认得, 也不知是三个道师故意挑选了麾下的生面孔, 还是都遮掩了原本的面孔。 当许道叫破了他们三人的身份之后, 三伙道士处在许道和游斌跟前, 大眼邓小眼, 着实是有些尴尬。 取道看着一溜儿或红或黄或白的三色道袍, 感觉像是看到了戏班子一样, 他点着对方三人, 说, 儿等皆是海蒙中人, 本道和关主也就不一一接见了, 一并商议便是。 况且谁让儿等来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多少, 前后不超过一个时辰, 本道也不好量了谁在一旁, 免得对三位道师失礼了。 红黄白三火道人听见, 顿时明白他们离开百里福察的时间 应该是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都是日夜兼程, 一刻也没停, 还走了最短的海路。 否则的话, 众人不可能前后脚地到达了, 这让被交代要隐秘些的道人们, 面上都是汗言。 好在他们心中早就有些准备, 而且只是听命行事, 便都眼观鼻鼻关心地处在堂中, 恭敬面对着许道二人。 游冰端坐在许道的身旁, 他瞧见三火道人的窘境, 脸上也是不由地露出了浅笑。 事实许道拍了拍手, 直接了当问, 而等都说有薄礼送上, 既然如此, 便依依依送上来吧。 听见许道的话, 堂前的三火海蒙道人心思各异, 互相瞅了对方几眼, 然后忙不迭就站出来。 领头的道士挥着手, 事宜身后的手下将礼品都请出来。 拽先就有道人叫喊道, 金丹真才, 乌密金一两, 祝贺道师丹成上品, 可练法宝。 月桂留云言一份, 福以名誉交人类珠三十例, 祝关主容颜不老, 青春永驻。 冰火宝交易合, 罗刹金果合三珠。 一个个托盘举唐中道人的手中, 顿时放出金纯灵光, 和道道珠光宝器, 其所送上的灵财无意不是合乎金丹道师所用的。 一连十多样的灵物端出来, 三火道人还像是互相别着劲, 唯恐自家被比下去了, 越叫越快, 拿出来的东西也越是珍贵。 除了灵财之外, 还有各种法器, 功法等物, 要么是别有妙用, 要么是有助于白骨倒灰下使用。 譬如星光沙石三百斤, 此种沙石中吸收有星辰之光, 许道士魂不在意了, 但是对于金丹以下的道人来说, 其可以洗炼神魂, 还能当作精纯的上好灵气吸收。 到了最后, 三火道人还叫出, 凶兽煞丹一粒, 扶钱三千罐, 和三百万枚, 七方太白更精气, 三十三缕, 此三者让许道和游兵听见了, 也是不由的动容。 第579章别无所图, 一件件礼品从海蒙道士的袖兜之中拿出, 让一世堂中顿时处处生辉。 许道和游兵两人, 忍不住的相互对师一眼, 竟然都从对方眼里看见了惊讶。 他们虽然料到了会有人前来拉拢, 巴结, 海蒙也在可能出手的势力之列, 但是两人都没有料到, 海蒙竟然愿意下如此大的本钱。 取道盯着那颗凶兽煞丹, 心中暗道, 此丹虽然是从凶兽体内取出, 无法用于助击道士修成假丹, 但是想要得到一枚煞丹, 也必须斩杀一头金丹凶兽。 七海中的凶兽, 虽然灵智低威, 性情狂躁, 连寻常的野兽都不如, 他们极容易落入金丹道士的算计之中, 但是金丹凶兽一身的气血却不是虚假。 再加上西海凶兽又今年累月的被杀气沾染, 往往汉不畏死, 欲战欲勇, 寻常的金丹道士与之斗战, 保命尚可, 但是想要擒杀对方, 却还是少有胜算, 往往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再加上凶兽身上可用的东西也就那么点, 要么是食之无味, 要么就是食之艰难。 对于助击道士来说, 在西海中猎捕凶兽, 或许还能够养家糊口。 但是对于金丹道士而言, 猎捕金丹级别的凶兽, 则是彻底的费力不讨好之事了。 仅仅这一丸凶兽撒丹, 其虽然没有一尊正经的道士大丹药珍贵, 但同样也是罕见而珍贵。 况且真要是一枚能够制造出假丹道士的大丹, 恐怕海蒙也就不会选择送给白骨岛了, 这样会平白地增长白骨岛的实力。 而除了撒丹之外, 另外两样的东西, 三百万福钱相当于三百万口活人之魂魄, 其近乎西海一百零八岛屿中较小的一座岛屿全部人口了, 也称得上是大手笔, 价值和凶兽撒丹不相上下, 甚至还隐隐贵出。 至于西方太白更金之气, 此气恰好是许道知晓的。 更金者, 金铁之洋面, 其与心金相对, 之间致应, 真正称得上是更金的, 无意不是法宝级别的灵财。 而且此种级别的灵财和海蒙道士刚开始拿出来的不同, 仅仅一缕更金或心金, 其就可以造就出一件优质法器。 取道的太白锡金剑玩法, 所练的就是同等质地的心金, 每每练就的一道经络, 就是练出了一线心金, 而且法器的品质也会增长一层。 当他练就出九道经络, 则法器即是练钢法器中的上等, 通体都是心金。 练就十道, 则此时的法器已然寄生为法宝之列, 贵为剑玩。 取道盯着白炮道士手中的太白更金之气, 心中盘算道, 三十三缕, 远远超过了九缕, 虽然法器寄生为法宝需要器机, 这三十三缕全都融入到一件法器中, 也不一定能够造就出一件法宝, 但是其价值依旧是难得。 分开使用, 至少能够得到三件链钢上等的法器。 而且对于许道来说, 这三十三缕西方太白更金之气正好有用, 能在短时间内增加它的战力。 讲到这里, 许道扫视着堂中灵光汹涌的礼物, 就算是意识到对方有所图谋, 他也是忍不住地欣喜起来。 不只是许道一人欣喜, 旁边的游冰, 以及伺候在堂中的白骨倒倒人们, 也都是眼睛放光。 哈哈, 既然对方啃下如此大的血本, 许道也就伸手不打笑脸人了, 他说, 承蒙三位道师看重, 竟有如此重礼。 许某一介村夫, 着实是大开眼界了, 既然如此, 许某也就不矫情, 多谢诸位的这般贺礼。 海蒙的三伙道士见许道态度转变, 纷纷都是大喜。 他们已经瞧出了, 眼下的白骨倒虽然名义上还有白骨两字, 但岛内实际上说话管用的, 却是许道这个加入白骨倒没多久的道人。 但是还没等他们开心多久, 许道顿了顿, 又盯着堂中的三伙海蒙道士, 眯眼开口。 只是不知三位道师除了送礼之外, 对许某和白骨倒, 是否还有另外的吩咐? 我归, 白虎, 萧鸟三尊道师花了如此大的血本来拉拢许道, 自然是有所求的, 而且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争相派出手下, 又让手下的道士遮掩面孔, 其所求的东西也是隐秘, 不是有些不方便说出口。 更不方便的是, 三伙道士都聚拢在了一块, 虽然道士们没有吩咐过他们, 但是他们也不敢将自家道士的小九九暴露给其他人。 于是三个领头的道士, 脸上的笑容顿时都僵硬, 三人用鱼光撇着的其他人, 心中都纠结犹豫着。 曲道略微等了片刻, 他将海蒙道士的反应都收入了眼中, 猜到了一些情况, 于是坐在堂中, 玩味地说, 莫非三位道士此番送礼, 仅仅只是为了和我等交好, 混个熟悉罢了, 别无所图。 听见别无所图四个字, 三伙道士都在心中按骂许道起来, 好个刺人的道士, 收起礼来还要讥讽两句。 只不过他们骂得更多的, 还是旁边爱着他们演了, 防着他们说话了的海蒙同僚。 唐忠仪寂静起来, 曲道又等了片刻, 他冷哼一声, 索性将神石放出, 压在所有海蒙道士的头顶, 让对方各个汗毛耸力, 天灵带发凉。 曲道的声色微冷, 而等还不说话。 海蒙道士脸色煞白的, 身子都有些摇晃, 这是一个领头的道士一咬牙, 踏出半步, 公身对许道说, 许道师所言正事。 我, 我等奉消道师法令前来, 仅仅为了恭贺道师丹城, 祝贺白骨岛能得如此大能。 这道士的话声明显有些迟疑, 但最后还是咬牙说, 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唯望二位道师能够记得我家道士的好。 另外两人听见这个道士的话, 心中都暗骂对方不要脸, 但也都走出半步, 声色更加恭敬地说。 唯望二位道师能与主上关系好, 仅此而已。 我家道士久闻白骨岛之名, 只求祝贺。 曲道听见这些话, 连眼微挑, 脸上的笑容就此灿烂。 他给了游冰一个眼神, 两人当即大大方方地站起来, 对着三伙道师行了个礼, 其声说。 既然如此, 白骨岛必然不会忘了三位道师今日的贺礼。 其中许道还神色认真的说, 白骨岛和海蒙并无身仇大怨, 何该多加走动。 本道和关主也必将对三位道师手里, 一碗水端平, 绝不偏颇。 可是三伙海蒙道士听见许道最后几个字, 心中再次嘀咕, 谁希望你一碗水端平了, 俺们领了命令, 日夜坚诚地赶到这坡地方, 不就是想让你偏颇一些, 只亲近一家吗? 虽是如此, 但是三伙道士站在一起, 都只得露出笑容, 脸上摆出一副和和气气, 欣然可行的样子。 暗地里, 三伙道士则是都打算在白骨岛上多待几日, 好歹要找准机会单独拜访许道和游宾, 然后将自家道士吩咐的都说出来。 只是让三伙道士都有些担忧的是, 过几日在上门, 他们手里面就没什么好东西。 原本是他们囊中的礼品数目富裕, 最珍贵的三件宝物还被道士们吩咐过, 能不拿出来就不拿出来。 毕竟在海蒙看来, 白骨岛虽然法力不俗, 道法也不俗, 还别有来头, 但是他们在西海的边缴带了几十年, 不是香巴佬也变成香巴佬了。 清许前面的一些开胃菜, 就足以将许道和游宾喂饱了, 用不着派出最贵重的宝物。 可谁让三伙道士是同一天达到, 许道还一时兴起, 将三伙道士都招入了唐中问话。 故乡攀比之下, 三伙道士为了不让自己道士跌缓, 坏了和白骨岛的关系, 一步步的就将礼品库都掏空了。 讲到这点, 三个领头道士的脸色都苦闷。 不止最贵重的宝物已经拿出, 其余不起眼的财物, 也都拿出去了。 这趟亏了, 亏了亏了, 礼物全都掏出, 他们也就没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这对于三伙道士而言, 才是让他们全都破口大骂的地方。 但是谁让他们只是使者, 境界最高的也才练钢。 在许道故义施加的威压下, 个个胆战心惊的, 亚端就想不了太多。 许道又轻声细语地和三伙道士讲了些话。 看着众多财物的份上, 游斌也耐着性子附和了几句。 如此让三伙道士的心情都有了不少缓解, 其出言希望能在白骨岛上多住上一些时日, 许道也是一口就同意了。 前台许久, 许道和游斌端茶送客, 三伙道士立刻就出声要告退。 但这时许道呼得又出声, 对了, 听闻海誓有四个方式, 不知除了三位道长之外, 另外那尊方式现在又由何人掌管? 海蒙道士听见, 略微想了想, 发觉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便公声说, 回禀道师, 第四方式东面的方式, 现属于金欧道师麾下。 还有道士暗中给金欧插刺儿, 补充说, 金欧道师统领东面房式不久, 年数五十年不到, 不与海蒙的三位老道师相等。 其人和辉冠道师交好, 恐是不知二位道师单程之事, 才没有派出使者。 许道听见这话, 神色未动, 只是在口中咀嚼道, 金欧辉冠。 说到辉冠道师时, 他故意地皱了皱眉头。 接下来, 许道又不嫌不淡地问了几句话, 在得到了确切的回答之后, 便放三伙道士离去了。 不一会儿, 刚刚还到人挤挤的意识堂, 就变得仅剩下许道和游冰两人, 以及一厅堂的灵才灵物在。 取道微闭着眼睛, 琢磨着刚才的问话, 他冲游冰神时传音。 果不其然, 真是金欧纳斯当上了海蒙的第四把手。 此聊曾和我有过数面之人的, 他现在占据的的海市东面房式, 也是前龙阁主及藤蛇曾经所有。 游冰听见这话, 看向许道, 显得有些亚然。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然后轻轻一换, 这缕头发就活过来, 变成了蛇手的模样, 透着清光。 其正是藤蛇之形状, 被他放出来透透气。 游冰说, 只听到城中拷问收集的人汇报, 金欧这四十几十年前发迹的, 却没想到还有这个渊源。 此聊最近十多年一直闭关不出, 少有消息, 难怪狼军要亲口盘问一下那三伙道士。 游道睁开眼睛, 点了点头, 他正是要从海蒙道士的口中, 得到更多且更确定的金欧消息。 现在得知了一些消息, 又发现金欧在海蒙中的处境微妙, 许道顿时在心中又盘算起来, 想知道此事能否为他所用。 陈寅中, 一旁的游冰窍看着许道, 说, 这多彩物, 狼军准备如何与妾身瓜分。 游道文言回过神来, 他看着满堂的财物, 不再去想杂事, 也笑着说, 你当家, 自然你说的算了。 游冰给了许道一个白眼, 回道, 刚才谁才像是当家的来者。 他从座椅上起身, 赤脚走在意识堂中, 雀跃地清点起财物, 宛如寻常小女子一般。 游道笑着尾随在他身后, 陪同对方清点和计划着。 两人心中再次亚然, 仅仅三位道师送来的财货, 就已经足够白骨岛的宝库 再次充赢起来。 单单其中的三百万福钱, 就足够发放给全岛的道人, 作为大战奖励了。 并且许道还敢用小黄天 将福钱进行清洗了, 其将雪钱化作为灵气福钱后再放出, 三百万福钱的价格会倍增, 岛上到时会更加欢喜。 许道就此琢磨着, 他需要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将三百万福钱都转化, 以及能否通过这一招, 在西海中赚钱。 游斌则是在一旁开心地清点着财物, 并分门别类的装入秀兜中。 三火海蒙道士在初次登山拜会之后, 便一直逗留在白骨岛上。 因为是特意钱来送礼的, 三火道士都是长袖善武, 在岛上混得不错。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许道和游斌仿佛将他们忘了似的, 再也没有照他们登过冰山。 接着, 不管是他们旁敲侧击, 还是直接求见, 都被城中道人搪塞了过去。 一时间, 三火道士再次哭起了脸, 他们似乎亚根就没有在面见许道和游斌, 更别说私下提出道士的秘语了。 第五百八十章西进, 炼宝, 海蒙的道士在白骨岛上, 不知自己该何去从。 这一日, 三火道士都聚拢在了一块, 想要商议出一个法子, 要么一同使利器, 再次拜会一下许道和游斌。 要么三火人齐齐都离去, 如此一来, 就算是没能完成道士交代的命令, 有着同僚的衬托, 大家也不会吃挂落。 但是没等他们商量出个什么东西, 海蒙道士们齐聚一堂, 吐得就感觉天旋地转, 个个头脑发昏。 他们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这些天忧虑过肾, 精神太过疲倦了, 但是很快就发现并非是他们身体的原因。 有道士尖叫道, 地龙翻身, 邹邹的, 能够腾空的道士, 一个不胜的都点脚一跳, 跃到了半空中, 还顺便将不能踏空的炼气道徒们, 也都捞到了身边。 海蒙道士们惊惧地望着四周, 想知道白骨岛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如是不是他们运气不好, 赶上了有敌人在进犯白骨岛。 但是立刻就有神石从旅店外面传来, 诸位道友勿慌。 此时我白骨岛在举行迁徙仪式, 虽是有地动山摇之感, 但是不会有大碍。 道友们忍耐片刻便是, 听见这股神石, 海蒙道士们都感觉有些发猛, 迁徙仪式。 这白骨岛是准备气岛而走了, 其中有几个见多识广的道士, 眉头皱起来,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东西, 思索着。 剩下的海蒙道士不明所以, 但是他们踩在半空中, 看向旅店四周, 发现白骨岛上确实是并无慌乱, 半点岔子都没有出现。 附近的凡人们也都是安生地站在空旷位置, 没有胆战心惊, 也没有奔走呼嚎。 这时海蒙道士里面终于有人出声, 听闻这白骨岛, 最开始并非属于108岛, 此地乃是他们搬迁而来, 重新占据的一方。 莫非是岛上现在有了单程道师, 而且还是两个, 他们便看不上此地, 想要搬迁到更大, 林脉更粗壮的地方。 确实如这个海蒙道士所言, 由冰最开始立下白骨岛时, 白骨岛所在并非是西海之中的任何一处岛屿, 而是一大块从天而降的吴国碎片。 至于白骨岛现在所在的位置, 乃是由冰在西海中站稳了脚跟之后, 将原先的白骨岛搬迁而来。 如今许道和由冰都已经单程, 岛上的实力大增, 他们自然是需要再换一个土地更大, 林脉更多的地方了。 并且这不是白骨岛需要搬迁的唯一理由, 真正让由冰和许道定下决心的, 是两人决定要讨伐西海金丹的计划。 未免领着大军出征, 白骨岛的防守力量薄弱, 被人偷了老家。 他们想着不如就将整个白骨岛变做成海事浮沙一般存在, 全岛横行在西海中, 阴凉于敌就失于他岛。 这样每每攻克下一座岛屿, 许道和游冰都无须折转往返于白骨岛, 可以就地歇息。 而且有了岛屿上的数千万人口, 两人也能轻易地将攻克岛屿消化掉。 同时白骨岛上布置有龙气大阵, 若是在西征的途中遇见了变故, 白骨岛大军还可以归缩于龙气大阵之中, 免受灾厄。 因此当西征大军准备妥当之后, 其开拔并非是单独出发, 而是驾驭招数百里大小白骨城, 以及数千万的人口, 一同往西面挺进。 空, 整个岛屿都开始移动, 方圆千里的海水都震动起来, 白矮矮的冰层, 在一方岛屿的碾压下, 就像是薄饼般被轻易的碾碎。 海蒙道士们在确认整个白骨岛都在移动之后, 脸上别提有多惊讶了。 三个领头的道士, 目瞪口呆道, 莫非此白骨岛也是一方宝伐, 如百里浮茶般。 乍世间, 他们都知道自己就算是任务完成了, 现在也得继续在白骨岛上待下去。 去知西海之中, 除却百里浮茶之外, 虽然偶有漂浮的岛屿存在, 但是其皆是无法和百里浮茶相比较, 寻常浮岛们最多跋涉万里, 便会沉没进海水中。 而且失去了地脉和灵脉的庇护, 如此庞大的人口行走在西海中, 其对于西海中的凶兽而言就是一块偌大的肥肉, 必然会招致西海凶兽的围攻。 因此三伙海蒙道士都准备待在白骨岛上, 亲眼看看这白骨岛能在西海中跋涉多少里路, 以及最终目的地是哪, 以便于他们向海市道师交代事情。 白骨冰山上, 渠道和尤宾站在冰山之巅, 默默地望着整个白骨岛。 尤宾微闭眼睛, 正在通过龙气大阵, 仔细地感应着整座岛屿的情况。 他开口道, 城池整体平稳, 以河地脉断开, 阵法笼罩妥当, 并无疏漏之处。 岛内灵气浓度尚渴, 预计90日之后, 方才需要使用浮潜转化灵气。 庄不凡已就位, 城池各处已有道人巡逻, 暂无凶兽来袭, 一句句冷静的话语, 从游宾的口中蹦出, 这样能让站在一旁并未参与的渠道, 也能对白骨岛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 渠道对他汗手, 表示自己听见了, 而游宾则是依旧微闭眼睛, 仔细地感应着整个城池以及城下岛屿。 足足数个时辰过去, 他方才轻轻吐了一口气, 眼睛睁开, 将神石从阵法中抽离出来。 随着游宾的一挥手, 显现在白骨城上空的巨大仓皇蛟龙, 也是盘旋几下, 然后隐没在了云雾之中。 此时的白骨岛, 已经是彻底地脱离原先地基, 正在西海中跋涉。 如此大的动静, 其中所需要花费的心力自然是不少, 即便是以游宾的上品金丹法力, 几个时辰地熬下来, 他也是感觉体内的蒸汽亏空, 一时有些缓不过来。 好在旁边还有许道在, 取道及时地走到游宾身边, 避上了自己纯化过的符钱, 让游宾吸收其中的灵气, 赶紧恢复蒸汽。 游宾也没有客气, 朝着他点了点头, 便凌空盘膝, 端坐在白骨帘坐上掐绝闭眼, 抓紧时间恢复。 有许道在身旁, 他也不用担心此时会有敌人来袭而应对不过来。 运气不错的是, 可能因为白骨岛所处的位置实在是偏远, 以及西海之中的金丹们似乎被杀破了胆子, 并没有大型凶兽, 也没有金丹道师趁机前来作乱。 当游宾的气力恢复差不多时, 许道望着白骨岛背离而去的方向, 发现白骨岛原本所在的位置, 已经有薄薄浮兵结成, 并有成百上千的巨大庄子, 总立在薄薄浮兵上, 若是有人发现了此地, 应是能够借着庄子、浮兵, 轻易地再造出一方基业。 于是许道贤谈出生, 就岛上还有灵脉, 就此一走了之, 可惜吗? 由兵听见, 回答道, 此地本就不是我等故土, 况且该岛的泥土砖石, 都已经被白骨岛全部割取带走, 剩下的那点微墨灵脉, 又有什么好可惜的? 许道倾笑, 游兵道友也是大气, 就看这条灵脉, 会被西海中的河方灵散势力占据了。 游兵睁开眼, 白了他一下, 见游兵消耗的法力已经恢复差不多, 许道便哈哈一笑, 转身往冰宫之中走去。 他虽然不用参与整个岛屿的搬迁,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活。 当许道走入冰宫闭关之后, 游兵依旧站在冰宫之外, 操控着整个龙气大阵, 把控大局。 他虽然不是黄天传人, 但是其受着城中人几十年的敬仰, 龙气对于他来说就好似自家的真气一般熟悉, 随意就可以拨动。 就算是许道这个第一顺位的黄天传人, 他也休想在城中和游兵争夺龙气的控制权。 顶多的, 是他能始终不受龙气的影响和伤害罢了。 冰宫禁室之中, 游道盘西坐在游兵曾经结丹的莲花池中, 他便画出了法区, 秀长的蛟龙身躯盘踞着, 池中粘稠的灵气, 仿佛雨水般滋养沐浴着, 蛟龙之躯上苍白色的灵片, 并有阵阵的漆黑鬼物, 如同绸带一般, 将整个莲花池都笼罩, 隔绝着内外。 一吸一吐间, 浓浓的灵气被许道吞入体内, 然后便做成为他独特的金丹真气, 又被他吐出到一物身上。 而此物, 正是悬浮在蛟龙之躯顶上的一金灿灿之物。 此物修长, 但是身形笔直, 形如衣或竹过木的杆子, 看起来滑贵无比。 其正是许道从而海鲜园中带出来的金色吊杆。 原本此物虽然被许道得到了, 但是因为它才知奇特, 且一似是仙宝的缘故, 许道一直都无法炼化, 只能依靠肉身将之携带在身边, 更别说须拖着炼化了。 好在当他结丹时, 此金丹不知为何开始融化, 然后被许道趁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此刻他便是在不断地用蒸汽温养金丹, 企图将之彻底地炼化掉。 时间流逝, 许道盘踞在灵池中, 如此一连吞吐了五日之久, 其间消耗掉的浮潜数以万计。 五日过后, 金丹方才又像是在许道结丹时一般, 表面开始缓缓地融化。 取道猛地睁开眼睛, 其竖形的瞳孔打亮着金丹, 眼神中透露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此前结丹时, 因为忙着结丹, 只来得及在此宝中留下烙印, 却是来不及将之链化成我想要的模样。 尽好此物已经和我心意相通, 结丹之后也可以再行链化之举。 他心念一动, 本就像是一根竹竿的金色吊竿, 其身上开始出现竹节形, 并且金灿灿的颜色也变得古朴, 光泽内敛。 不多时, 原本华贵无比的金色吊竿, 就变成了一节寻常的黄竹竿, 其浑身上下并无惊奇的模样, 反而还变得更加轻瘦修长, 好似许道轻轻一折, 他就会趴卡断吊式的。 但是许道明白, 此竿虽然表面古朴了, 但是内里的质地半点变化都没有, 即便是以他的蛟龙之躯, 他用尽全力的去折, 肝子依旧是半点影响都不会有。 许道在心中暗暗思索着, 不知此物究竟是何材质, 明明长得像是一根木头, 一结金竹, 但是却又如同金铁般, 只肩质硬, 还能缓缓融化, 又因为在先缘中, 曾经用吊杆吊过鱼, 许道曾以为它是一件经过他人炼制的法宝, 或是半残烙而已。 此前无法动用, 也是因为他的境界不够, 法力不足, 不够格使用。 但是当许道在其中打入烙印后, 他赫然地发现金色吊杆并非一件法器。 此物虽然能大能小, 水火不分, 可体内连半道静置经络都没有。 顶多的, 金色吊杆或许像是矿石一般, 被人经验萃取过, 是个半成品, 但它依旧是一件灵财, 而并不是制备妥当的器物。 讲了片刻, 许道压下这些杂念, 开始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炼宝之中。 不管金甘究竟适合来头, 适合材质, 他这一次都要将之彻底地变作成自家法宝。 有法宝在手, 他将更有底气在西海中横行。 唯一需要在意的是, 许道现在虽然能够将金甘收入内天地, 也能让之融化, 但是他的法力无法将金甘彻底地融化, 而只能将之表面改变, 或是进行一些拉长压短。 许道估算过, 金甘越往内里越是紧密, 融化他所需要耗费的法力也越多。 以他的真气强度, 至少的再翻个十倍, 甚至是得结成原因, 才能将金甘彻底地变作成一团金业。 还有可能他之所以能在结单时就打入烙印, 完全是脱了那血月先术的威能, 否则他就算是结单了, 也休想动用这位灵才。 如此一来, 许道自然就不能用太白锡金剑玩法, 将金甘揉搓成剑玩法宝了。 再加上戒时过金甘在先缘中的威力, 以及剑玩法本身也有残缺, 许道便不打算将之练成飞剑, 而是准备沿着金甘原本的模样用途, 加以微调。 以一根黄竹吊杆作为法宝, 其虽然不如飞剑之流的帅气, 但也别有一番潇洒气度。 许道正在做的, 便是以伏法纪练这根吊杆, 企图在其体内练出尽致, 让之顺心碎意, 彻底地听从号令。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得给这根吊杆续上鱼线鱼钩, 而不是从前那般, 只是用软化了的墨鱼键, 姑且记着。 吊杆、吊线、吊钩, 三位一体, 方才能自生神通。 中文。 后来 将能自生神通。